好的,好的,我们开始讲课好吗?开始讲课 能听到啊? Efre是Efre,我记得你 好,都能听到,很好 我今天会讲到大家的练习 因为很多同学把练习发给我了 后面会讲练习,然后今天我们是按计划 应该是看借词,对吧?看借词 好,那想到借词,大家想到会有哪些问题 对借词你们会有哪些问题?提出来我看一下 大同,你好,小塔你好,欣欣你好,泡泡牛你好 借词有什么问题?你们对借词会有什么问题?说我听听 好,太多,太难好 那么借词会怎么看呢?我们回顾一下三看,第一个看动词,对吧 搭配,对,搭配太多 好,那么看动词我们是关键要找到兵语,对不对 看动词要找到兵语,OK 好,看那个 连词是干嘛?看连词是要分清重句 分清主句,分清修饰对象 分清重句和先行词的分隔,OK 那么借词怎么看呢?同意吗? 你觉得在男句中,借词应该是怎么看? 看借词干嘛?好,看借词 定成分,确定成分,OK 好,看借词确定成分 那么,这个成分什么意思?就是句子成分,也就是你的借词短语 他和前面句中哪些词有关系,OK 那我现在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所以我的标题是看借词定成分 那请问大家,借词一般跟谁搭配?有没有概念? 借词会跟谁搭配? 跟什么词有搭配?有概念吗? 好,想想看 借词他会跟谁搭配? 好,第一根名字搭配,周立很好,很好 周立说得很对,晨熙,名词很好 OK,小青说得非常好 名词,动词,形容词,非常好 对,借词跟三类词构成固定搭配 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词构搭配,很好 好,你们说得对了 动词,名词,形容词后边都有特定的借词搭配 构成逻辑与关系 好,第二,定成分 那么,借词和这三类词,借词能短语啊 借词短语,对吧 借词后面接名词啊 那么,借词他在剧中做什么成分呢? 做三种成分,大家好 三种成分,哪三种? 第一个,后制定语 后制定语肯定是谁的关系?和名词关系,对吧 第二个,重要语,动词关系 第三个是补足语 补足语,小青说表语 说表语不是很准确,小青 不是很准确,应该是补足语,OK 好,借词三类词成分 那么,现在问题出来了,挺好 那么,三个词类后边加借词 那么,这动词,名词,形式后面加借词 那么,他分别做什么成分呢? 一一对应关系,在下一页 他,请大家记好啊 也许不太了解,或者也许 不理解什么意思 下边讲课就会用到,好吗? 好,请大家把这个好好看一下 我不出声,一分钟你们看一下 好,大家看完了 会不会有点困惑,或者有点不理解啊 不清楚,不熟悉的 那么,这里就说,动词,名词,形词 后边借词搭配的话 他可能有逻辑关系 这些啊,对应关系 好,对于名词来讲 如果后面借词搭配 他,一方面是可以后置定语 OK,然后,和名字关系啊 有补助语啊,补助语 然后讲到这里呢,我要说一下 就是说,一般后置定语 定语和补助语关系 不是很好区分 不是很好区分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做区分 就不做区分 把补助语和定语合在一起 听明白?合在一起 不要讲话嘛 你只要找到介绍短语 和哪个名字有关系 好,第二点 动词和介绍关系呢 动词和介绍短语的关系 可以做撞语和可以做补语 我们在前面讲动词有讲过 如果是固定搭配的 就是做补助语 define as,是吧 这个,alevocate as,regard as 对吧 就是补助语 如果不是固定搭配的 介绍短语就是做转语 OK 好 然后呢 第三类 形容词 注意,形容词后面 介绍搭配 做补语 做补助语 做补助语 OK 好,这是 就是介绍和动词和形式 名字关系 基本的概念 在这里 好 我们下面看例子 看练习了 好 我们看这句话怎么翻译 大家记住 看介绍要定成分 你要定介绍短语 和谁是有关系的 OK 好,这句话怎么翻译 If you cannot handle me at my worst 好 这里找的介绍短语是哪个 At my worst 对吧 在我最糟糕的时候 然后 Then you sure as hell 这是一个英文的理语说法 就是你肯定怎么样 一定会怎么样 强调 加强语气的 感觉很神奇 比较负面消极的东西 不值得拥有我 At my best OK 好 这个At my best 两个介绍短语 在这做什么成分 其实 它是和谁有关系 和谁有关系 好 大家好 好 所以看介绍要定成分 这个At my worst At my best 不是和动词handle的关系 而是讲 名词代词 这个密是代词 其实代词 也算是名词一类 因为 名词叫 noun 代词叫 pronoun 所以代词代名词 所以我们把代词 也归到名词短语里面去 OK 好 这个介绍短语 是和名词 和这个密的代词 但这个密相对特殊名词 听明白 我把代词和名词合在一起看 因为这是名词行的 好 所以这个At my worst 和At my best 它是讲密的 我的最好的一面 和我的最差的一面 如果你不能接受 不能应付 不能处理我最坏的一面 那么你也显然 活该 不会得到我最好的一面 OK 好 这是谁说的呢 这句话明白了 所以这个介绍短语 不是讲动作handle 不是讲动作 动作deserve 是讲me的 OK 好 是好像马云的感觉 女星说马云说的 对 Sam说的很好 是 OK 这个大美女女神是吧 叫Mellin Monroe 是梦露说的 OK 好 这位美女说的 就是她最典型的样子 是吧 最典型的样子 OK 好 这句话这样看 看一下 如果你不能接受我最差的一面 那么你显然不配 不配拥有我最好的一面 OK 好 她是你的女神是吧 孟露 孟露说她女神 OK 好 那么我想要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 你要把介绍短语判断错 这句话肯定会误解 不是讲handle的 对吧 所以看介绍要确定成分 确定她的成分关系 好 这句话其实也挺好 大家可以 可以把它记下来 跟你女朋友说 或者跟你男朋友说 是吧 如果你女朋友男朋友对你发火 抱怨你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你都要他 你要不能接受我不好的一面 你也不能接受我最好的一面 对不对 所以讲了感情当中 彼此双方要包容 要更多的包容 做的这点很难 如果你们有感情经历 你们应该有一个深刻体会 有时候看对方觉得很 觉得很不顺眼 其实好好想想 你也有很多筹毛 对不对 要多包容 好这句话非常好 大家背一下 能背得下来吗 能背得下来吗 叫if you can not handle me 是吧 然后什么样的me at my worst then you sure as hell don't deserve me at my best 对吧 ok 好 下面这句话也说得很好 大家看什么意思 所以我刚才这句都比较简单 往后马上就拿了 好这句话也是送给大家 叫today 每天今天 spend more time 每天应该把时间和谁一起度过 with people 和什么人 好 好 后面加定语来说了 叫bring out the best in you not the stress in you 说得多棒是吧 好 请大家看 这个in you 这个in you 应该是怎么办的 好 这in you应该讲什么 这是个介绍语的吧 应该讲什么 应该讲 讲谁 知道讲谁吗 带给你最不符语 好 啊哈 好的 大家好啊 听好 这个考研考过 我下面一句马上就有 啊 我们下面一句啊 一会再回来 下面一句就考研 2010年 2011年考研翻译第49集 就有一个bring out the best in us 看没有 ok 啊 好 我们先还回来 最后你怎么翻译 好 大家听好 the best 在这里 是最好的一面 最好的东西 最好的地方 最好的品质 最好的品质 它相当于一个名词短语 听明白 the best 是个名词短语 最好的parts the best part 然后in somebody 大家接下来这个介绍 in in somebody 是指 加人的话 是指某人身上具有的那些特质 那些品质 好 所以in somebody 是指某人身上具有的东西 那 那我们这个就 就清楚了 the best in us 就是什么意思 就清楚了 什么意思 对 所以in you 在这里应该是定语 做定语 定谁 定的best part 这个best part 最好的 是谁的最好的 是你 身上 你血液里流淌着 最高贵的最好的那一面 其实 但部分语境 可以不一样的方语 在这里可以理解成什么 是强调人的品质 强调人的品质 某人 相对于英文中也可以这么讲挺好 英文中也可以叫 in somebody's blood 大家写下 写下 in somebody's blood 在某人血液里流淌的东西 就是某人与生俱来的品质 好 我在这写 我把字体调大一点 这考验都出现过 是不是 而且你知道吗 考验出现了 竟然有翻译错误的 好 接下来 in 接下来 我在这写给你看 in somebody 也可以等于什么 待会 somebody 也可以等于 in in somebody's blood oh no ok 某人 与生俱有 oh no 与生俱有的品质一定有了 与生俱有的 与生俱有的 好 这有了啊 这些词应用得非常好 in somebody 可以这么讲 in somebody 用得非常好 好 都看了白板 in somebody's blood bring out bring out bring out 是把这个带出来 发掘出来 对吧 发掘出来 ok 发掘出来的意思 所以这个bring out the best in you 这部分非常重要 因为他决定了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对这句话的理解 好 我们回到这里来 回到这里了啊 好 这句话意思就很简单了 你每天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谁在一起啊 是那些能够发掘出你最棒的一面最美好的一面的那样的人 而不是 什么 而不是什么 是bring out the stress in you 是把你内在的那些 其实压力的 或者说 啊 其实这样一说不好的一面 能够激发出来 阴暗面的 地段激发出来 对不对 我和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的确有时 还是谈了感情 这句话和上面有联系 还是谈了感情 啊 负面情绪 没错 没错 比如说男女朋友之间 然后呢 两个都是非常好的人 对吧 人品都非常好 可是两个不合适 在一起都是互相的去攻击对方 互相的 越来越 恶性循环 把对方最坏的一面 同时展现在彼此之间 彼此面前 是不是 有这样的人吧 就彼此都是很好的人 但是 但是相互折磨对方 相互折磨对方 相互都是 啊 把对方最恶的一面 激发出来的 然后天天吵 天天打 啊 我有这样的朋友 男女之间是这样子 后来他们互相又分开了之后 啊 都承认对方是很好的人 啊 然后各自找到自己的幸福 OK 是这样 所以呢 当然 不管是感情问题 其他的做朋友也这样啊 一定要跟哪些人在一起 是能够发掘你的潜能 发掘你最棒的一面 OK 啊 最大的潜能 这样的人 跟他们在一起 啊 因为对你成长有利 OK 不要跟那些 啊 啊 老是激发你最恶的是吧 最坏的一面 OK 因为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 嘛 是吧 所以这话说的特别棒啊 啊 好 这是借字印 我们把这话背下来 这话背下怎么背 today 今天 spend more time 和什么一起度过时光 对吧 with什么人 with后面people 注意people后面前面有加贯词了吗 加贯词了没有 刚才注意了没有 加贯词了没有 是with people 和with the people 有记住吗 好 没有贯词 那么没有贯词 大家就知道 这表示什么 表示 也是表示放直的 OK 什么样一类人 so you with people who 啊 can bring out the best in you not a stress in you OK 啊 好 那么这个借字印刚讲了 也是做定语 将best part best 这个地方啊 这个品质的啊 你身上内在的有的 这些好的东西激发出来 而不是激发你坏的东西 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好 啊 我们再回到 考研真题 假如你考研 这句话你怎么翻译 给大家时间看 看完告诉我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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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啊 先看大的结构 先看大的结构 对看句子大家 我我讲一个方法就说 怎么讲 先宏观结构 先要看宏观大的结构 然后深入围观 围观看那些词的吧 那大的结构是and 按着连接的并列句 按着连接并列句 按的前面是个陈述句 按的后面是if 加主重句 两个并列句 ok 好 然后呢 那么按的前面一部分是什么 关键这个词理解怎么理解 Circumstances Circumstances 表示环境 对吧 人的成长环境 但成长环境呢 它有时带有 表示 不好的 不顺的成长环境 相当于我们汉语说 逆境 逆境 好 那么这逆境似乎是干嘛 被设计来 被设计出来 那么是谁设计 是上帝 是老天的设计 所以很像我们汉语说 冥冥之中 上天的安排 冥冥之中的上天的安排 安排这个困境 要干嘛 要来bring out the best in us 所以困境 逆境 能够是上天一个很好的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嘛 对吧 在逆境中你才能成长 好 这句话你知道吗 有人怎么翻译啊 竟然有 有老师翻译成 林选出 选择出我们中的强者 他说选择出我们中的强者 看一下 看一下这是他的翻译 好环境 这个环境理解不准确 在上下文中应该是 因为作者说了 however bad 无论多么脏道 多么坏 你懂吗 所以这个环境理解不准确 应该是逆境 逆境 要看上下文 因为我 我就不给你看上下文了 只是提醒大家 所以逆境 挑选出我们中的强者 显然 这位老师 他是没有看懂这句话的意思 没有看懂这句话的意思 but the best but the best 很重要 ok 一个 一个 二种差别 意思就不一样 所以这是误读了借词逻辑关系 误读了借词逻辑关系 好 好 这句话 其实是 我怎么翻译出来 我就不详细解释 因为我虽然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我意思大概给大家说一下 看这里 所以秘境 似乎是被设计出来了 谁设计 当然是命运设计 上天的设计 对吧 命运中中特有的安排 ok 为什么安排这个呢 相当于目的 以便于能够激发我们的最大的潜能 对不对 ok 所以在困境中 在逆境中 是命运的安排 是上天的安排 好 如果当我们觉得 我们是被run的 被没有公正对待 为什么不公正 是命运的不公 甚至逆境 是感觉命运不公的话 我们就很可能不会干嘛 不会干嘛 不会干嘛 不会主动的积极的去奋斗去努力 来改变现状 摆脱现状 对吧 ok 好 所以我 具体怎么发现我就不太多说 这关键是看这个借词表达 ok 没有看出来 好 这是11年的49题 刚才49题这48题 这句话是上文的 因为这里也是有很多解释端语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里呢 大家需要看到好的逗号 是吧 是看得挺零散的 ok 那你要看到什么呢 比如说这部分怎么理解 这个就是for neglect of those in need 这部分怎么理解 对我们主要我们主要我们重点看这部分 还有后面很多of是吧 一会我们再看后面啊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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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这么多of 你怎么判断关系 ok 我们先不管它 先看前面一部分 就是for neglect of those in need 这怎么理解 好 那 ok 那我们先看in need in need in need 是所需要的 需要的对吧 需要别人帮忙 需要别人帮助 ok 处于困境中的 所以这个in need 是讲谁啊 讲那些人 those those 所以这个阶段要干嘛 做后置定语 就是那些人 those people those 所以看借词 是要确定成分的 这个意思啊 所以大家要深刻理解 深刻理解 好好使用这一点 看定成分 所以in need 是定那些人 什么人呢 那些需要帮助 需要别人帮忙 帮助的人 救助的人 ok 好 先说忽视有需求的 那这个of 有怎么理解呢 这个of怎么理解 这个of怎么理解 这个for 有怎么回事啊 直接是蛮多 是吧 好 语心说的非常正确 语心说的非常好 neglect是动词变过来的 名词 好大家记好啊 记好 如果of 前边那个名词 是来自动词 那么往往就是动兵关系 我前面讲过 是吧 动兵关系 再说一遍 如果of 前边那个名词 它是来自动词 它动词化 名字化的 来自动词 那么往往就是动兵关系 听懂了吗 就是动兵关系 所以动兵关系 动兵关系 动兵关系 它是怎么分析啊 应该先把 这一层翻译完 就是需要帮助的人 ok 需要帮助人 然后 对这样的人 进行忽视 忽略 不管 对吧 听明白 所以我们忽略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第二层了吧 明白吗 我这么写啊 所以先是 in need 是一层 你看我 你看我画成分啊 它们是合在 它是合在一起 ok 然后这in need 合在一起呢 又来修饰谁 修饰those 那些人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ok 好 然后再加上neglect 是忽略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大家学会这种分析句子结构成分 分的这种方块啊 方块方块图啊 这种方块图 ok 好 然后再加借次for 然后再加借次for 听明白 再加借次for 但我这画的不是很准确 应该是把这个挂在一起 应该这么挂 ok 应该这么挂 把这个应该插掉 我先把这个插掉吧 把这个插掉 好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justification justification 是 来自动词 justify justify 什么意思啊 证明什么什么是合理的 是有正当理由的 对吧 justify ok 所以它名字叫 justification for 所以这个for 来自谁 for 是来自名词 justification for something 是后面这件事 是有正当理由的 就后面这些东西是有正当理由的 是合理的 因此 前面这个短语就明白了 就是说 忽视 那些需要人们帮助的人 是合理的 就你忽视他们没问题 是 是道义上能讲得通的 是合理的 听明白 好 刘明说得很好 那么这for做什么成分 这for做什么成分 就是我前面讲了 这个for是和名词构成固定搭配 对吧 和名词构成固定搭配 实际上这个for应该是做补足语 补足语 不过呢 按照我刚才讲的补足语和后制定语 大家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 那么我们就把它都看作是名词的定语 听明白吗 语法家是严格区分后制定语和名词的补足语的 语法家是明确区分的 但我们不是语法家 我能分得清 你们分不清 分不清没关系 反正和名词关系的 我们都把它叫做定语 好吗 就把它叫定语 好 再说一遍 如果按照语法家的观点来看 in need 它的确是后制定语 定语 但是 for 接着短语呢 for一长串 接着短语 它是justification的补足语 因为这样合理 这样合理啊 你通过for来解释 在哪方面 对什么东西是合理的 是有理由的 是正当的 好 它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不分它 反正都是名词的关系嘛 OK 好 这个结构 明白了吧 所以第一部分人家说的意思呢 然后再说这个指代 this this是指上文 上文那个一个专家说了一番话 叫艾伦 艾伦说了一番话 艾伦说了一番话 这番话 似乎意味着 这个似乎主意啊 这个似乎就表明 表明干嘛 表明后边 这这这这番话啊 是作者观点还是艾伦的观点 是作者观点还是艾伦的观点 对 是艾伦的观点 不是作者观点 是作者 从艾伦前面那番话 来进行的扩展 拓展性的解释 听明白 听明白吗 通过这个sim 要能看出 也就意味着 作者其实并不同意 并不赞成 后面这个观点的 所以后面讲的这些观点 是作者从艾伦上文一番话 所做的一个推论 一个拓展的解释 而且通过sim也表明 作者并不赞成这番话的观点 能听懂吗 这就要读英文句子 读英文句子 所以我特别强调同学们 你们读英文句子 千万不能只满足于表面的翻译句子意思 你把句子意思翻完之后 你要停下来想一想 问问自己 这个句子到底想说什么 是谁的观点 谁的态度 是支持的 还是不支持反对的 明白吗 所以你要读懂它的态度 当然我承认 当然我承认 首先你得把句子要看得懂 对吧 你要这个句子表面的 表面的意思 你都看不懂 还搞什么背后深情的意思 态度的观点 情感啊 明白吗 所以读 阅读为什么难啊 同学们 阅读为什么难啊 阅读你得首先 把那个长篮句给我搞定解决了 你要长篮句的字面意思 你都搞不懂 不知道他说什么 你还什么推理做作者的观点啊 什么 还是作者引用别人的观点啊 作者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 态度啊 搞不清楚了 懂吗 所以句子有表面意思 表层意思 还有它的深层意思 都要读出来 否则你没法做题的 OK 好 所以你看我刚才的解读啊 所以看了这里this 指上文 做的以Alan 一番说法 那么这番说法 Alan的这番说法 所以你在翻译的时候 这是考研整体啊 你在翻译的时候 你用this 不能说这这这不行 这意思不完整 你要给我说 Alan上面这番话 似乎就意味着下边这个观点 但这个观点呢 我作者是不同意的 所以作者在下文明确告诉 说however 不过呢 什么什么什么 就表明自己不同意了 懂了没有 所以你一定要读出 字里寒间的意思 叫read between the lines 一定要读出字里寒间的意思 这叫读英文 不能满足停留在表面的意思 结果搞不清楚啊 谁的观点啊 谁赞成谁知识 搞不清楚 这样不行 听明白 好 然后我们接着往后看啊 这是某著名考验机构老师翻译看一下 好 他说这似乎可能 为必要时的那些忽视证明 这是哪跟哪啊 对吧 你知道 这位老师他能翻译出这个样子 他是哪里不懂啊 首先 neglect的是东宾关系 压根就没看出来 你发现没有 压根没看出来吧 所以看着这样的老师这个译文 我觉得好可怜哦 这老师怎么能去教英文 怎么去教考研学生呢 我真挺可怜 说真的老师要没有功底的话 很多东西真的是面为其难 真的是教不了的 但教不了敢样的上架也去教 那不行了 对吧 为必要时 好 这是必要时 出来了吧 那些忽视 这是那些 同学们看了没有 那些忽视 他是按照最常见的结构 是从后往前方吧 neglect of those 翻译成那些忽视 对吧 徐志老师根本没有看出东宾关系 应该翻译成忽视那些人 什么那些忽视 从后往前翻啊 所以大家注意 以后看到up 很多时候不是说 从后往前翻 这是最传统的 但是 你要理清他逻辑关系吗 对吧 好 阿菲律说 英语的开 看成修是sims 把英语的看成修是sims了 OK 这时候我可能 不知道 我都乱套了 对吧 这样真不行啊 所以为什么大家能体会我的感受吧 看了这个翻译也错 那个翻译也错 你看我感觉特别不好 而且关系 你普通的人翻错没关系 你老师翻错就讲不过去啊 而且他错的这么离谱了 对吧 而且 你还是把它作为标准答案 发到晚上 供广大考生去看 去学习 去模办 对吧 好 大双双说 老师今天有时间讲考研阅读吗 我想 给大家讲讲考研阅读 为什么 因为我要教你考研阅读的方法 读文章的方法 没有吗 比如就刚才我通过sims 我能解读出文章作者的态度是什么 他是在干嘛干嘛干嘛 对吧 我要给你讲方法 给你讲读文章的逻辑 给你讲文章的表层生存的意思 怎么看 OK 所以 我看到翻译 因为他们翻译的句子翻出来 就知道他们 理解到哪个程度 就能看出他们哪能理解错 就能看出他们哪的模拟关系 没看出来 一大堆错 好 再往后看是什么 挺好 挺好 再往后看 这个呢 你需要看到哪个 end在这里 看到end要看并列 是谁和这并列 是justification for or 和rationalization of 这两个并列 这两个并列 我为什么要你看界词 因为界词是功能词 是结构词 这个结构 只是你句子的逻辑结构在哪 好 刘明问的很好 并列怎么看 并列怎么看 非常好 如果大家今天晚上下课之后 你看我的网页 你就看到了 我并列的 并列怎么分析 我在下一期课 会系统高典病 怎么看并列 所以我下一期课 我已经开出来了 下一期课 我会有一个专题 专花两个小时 就跟你讲并列关系 有五大特点 并列关系怎么判断 听明白吗 我这次没有系统讲 因为这次我主要是讲 讲的虫具类的 所以下一期课 对 下一期课 我会讲并列结构 下一期课 我想讲一个什么 讲where 和when 引导的各类虫具的逻辑 关系怎么判断 因为我发现 同学们也很容易误读 很容易误解 where when 引导各种虫具 它会搞混乱 你们想听吗 所以下次课 你们回去看一下 如果 或者现在告诉我 你想听什么 你现在告诉我 你想听什么 那么我下一次专题 就给你讲什么 我下次设计的专题 五次课 我这么安排了 第一次课 两个小时 其实是两个吧 或三个小时 其实每次课 对吧 我就写了两个小时 第一次课两个小时 是讲 是把我们这十个小时的 综合练习经讲经练 综合练习经讲经练 ok 第二次课也是 第二次课也是 所以第一次课第二次课 相当于对我们这次课 一个总结 一个综合来练习 并且我这次课 很多东西还没讲完 下次课再给你列出来 然后训练一下 666说分子 分子底也挺难的 你如果讲分子 我会分自己讲 好 前两次课是综合练习 对这十字课的一个总结 然后第三次课 我就准备讲 并列关系 并列结构判断 第三次课讲并列关系 并列结构判断 第四次课 我是准备讲 when where引导重续的逻辑关系 怎么判断 第四次课 那么第五次课 我是准备讲 我是准备讲什么 讲as重续 讲as引导的各类重续的关系 好 樱桃方想让我说比较结构 没问题 比较结构 我有二十多万字的东西 但比较结构 讲起来挺好 比较结构 我也是 怎么讲 我也是讲不完 那我可以跟你讲 这样的比较 你们要听比较结构吗 那我正好改了 那你想把什么换掉 是as重续 as重续换掉 并列关系 when will重续 when will重续 是一个专题 然后as重续是一个专题 然后 并列关系是个专题 比较中的省略 比较中的省略 这是明白人很难的 比较新开方 都别换 好 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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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问题 你要我讲什么 讲什么 好 那我就再加课 是吗 好 收费要提高 加一次课收费要提高 好 哈哈哈 其实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们 你们花了两百块钱 两百块钱 听了马上老师十个小时 我的VIP学生 要花一万块钱 听我十个小时 所以一万块钱 听我十小时 你们两百块钱 听走了 是吧 然后 你别说土豪 你知道吗 我教了个VIP学生 在美国上学 然后 然后 我第一次就给他讲比较结构 在肯德基 在肯德基 他妈妈带他过来 在肯德基讲比较结构 我几个比较句一讲完 他就 哇太棒了 马上老师我一定要找你 就SAT 就是SAT学生 没错 然后后来 收费呀 然后 他说 马上老师 尽管你收费挺高 但是我觉得很值 我跟我妈妈说 听你高很值 我愿意交付钱 好 所以 所以大家 所以这也感谢网络 对吧 因为网络能够让大家 把大家聚在一起 OK 所以两百块钱 就能听一万块钱的东西 相当于五十倍 是五十倍 你们想过没有 其实 你刚才提到比较结构 和虚拟器 我都愿意跟你讲 我都愿意跟你讲 那 那 再说吧 好吧 因为我八月十八号才可没的 八月十八号 还是 二 四 六晚上 八月十八号 二十六 然后就是讲到八月二十七号 因为二十七号 往后也许要返校了 对吧 的确你们要学的太多 你要跟我学的东西太多 我有太多东西想交给你们 好不说了 所以 比较结构更有用 那我把什么换成比较结构 嗯 在北京开实体课 开实体课 一般怎么讲 那开实体课我会收费 会上去来 啊 开实体课 那那像这种班 那你们 一个人至少要花 花几千块钱呢 明白 要花几千块钱呢 明白 啊 所以通过网络 因为我真的是想 我真的是想 这个教育不能成为精英 那些有钱人 那些权贵们的这种 这种 独占的资源 对吧 的确他们 我的学生很有钱的 我的学生 他们家长 一给我说 他爸爸跟我吃饭说 你知道我们今天销售了三百个亿 啊 一周有三百个亿 这种感觉呢 他们是不在乎那个 那一千块钱 几万块钱 几十万块钱 无所谓的 所以 某种来讲 我是希望 把这个好的东西 带给咱们普通老百姓 对吧 教育应该平民化 而不是 权贵的那些 独占的资源 说真的 所以非常感谢这个网络 好 所以下期课 会非常的怎么讲 很经典 我把很多经典的东西讲出来 那现在吧 来说什么 因为 我们就回来 这下期的都是很犹豫的 真的很犹豫的东西 那比较结构 后面会再讲 好吗 好 我们回到这里 看下一个 下一个 借词 那么这个借词 那你又能看出 他为什么把这个借词 他必然是和前面 Rationalization 是并列结构 所以相当于他省去了 Rationalization 剥削是合理的 然后后面这一串也是合理的 OK 好 那么后面这一串 这个好判断 这个end 这个end的关系 这个end的好判断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有反译词 对吧 所以在剧中要看到反译词 一个是superiority 一个是imperiority 是那种 什么人呢 这是那些人的 那些人 然后后面接触短语 at the top 是讲那些人 希拉里在演说中有这句话 对吧 the deck is still set in favor of those at the top 社会上层人士 社会基因阶层的优势的地位 OK 是合理的 然后呢 同样的社会底层人士的 社会底层人士 底层人的那些悲催的劣势地位 也是合理的 但这句话要结合上下文 你才能更理解他的意思 所以因为没有上下文 我就不太多说了 OK 好 所以这个社会是分阶层的 我跟那些小屁孩讲课也是 在咖啡吧 然后呢 咖啡吧有服务员 有服务员是98年 那么小 有服务员95年的 很多服务员年轻的 然后他们都是同一人嘛 都98年同一人 然后我说你看 你才有多好 你现在就在美国上学 你看你的同一人在咖啡吧做服务生 那小屁孩来说 我们不是一个阶层的 那么小就有强烈阶层意识 所以我们看这里 那你的病列关系一定要看出来 病列关系要看出来 我们再说一遍 大的病列是AND AND的阶哪两个 就是justification和rationalization ok 好第一层病列 第二层病列是 第二层病列是 在rationalization后面加了一个 up病列 加了一个up病列 他没有用AND的连了 他没有用AND的连 ok 所以这是第二层病列 好 然后第三层病列是在哪 是在这个super early后面 和inferiority后面 ok 是这两个病列 所以有三层病列关系 对吧 有三层病列关系 所以这个第二层病列是通过 just up看出来了 好 整个句子翻译 看一下 所以我把this 所以以后大家翻译句子 你不管是考试 平时你在翻译的时候 你要遇到代词 你尽量把它还原出来 把上下文还原出来 所以说 艾伦的这个说法 似乎意味着 意味着 意味着什么呢 所以我把sing翻译 意味着相当于 不是我作者的观点 对吧 好 第一我把用三层 三个病列 我把第一调第三 罗列出来 是忽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是非常合理的 第二 社会存在剥削 是合理的 第三 社会上层人士的优势地位 还有下层人士的那种烈势的 不平等地位 这也是非常合理的 ok 好 刘明刚才问的问题是 superartical exploitation 病列 哪里 不能这么看 是superartical 和inferiartical 整个合在一起 和exploitation病列 ok 对吧 因为你这里省去了什么 相当于这里省去了 Rationalization 那么两件是 Rationalization A and B ok 然后B里面又分两小个 刘明听明白吗 B里面又分了两小个 要这么看 所以我说了三层病列关系 ok 好 这这句话要结合上下文 你会更好理解啊 我这不再多说了啊 所以我在翻译的时候 尽量把它的层次列得很清楚 第一第二第三 那第一第二第三 就考虑到病列关系 ok 好 可以用翻译啊 可以可以罗列 可以这么罗列 也就是 只要你能把这个 英文想表达的意思 用地道汉语说出来 就可以 ok 所以我觉得翻译最高的 某人讲 要说技巧 某人没有技巧 你只要把真正把英文读懂 把英文逻辑关系读懂 然后用你地道的母语 传达出来就可以 对吧 就可以了啊 所以不是score的英文的啊 好 666说如果 尼克雷尔斯不及物动词 那么他还是动兵关系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如果尼克雷不是 是不及物动词 那肯定不存在动兵关系 那就变成主位关系 变成主位关系 听明白 就变成主位关系 这在我初级语法术有讲过 666看过初级书吗 是不是应该看过我的初级书 我初级语法术也讲过 如果这个尼克雷 比如是个arrival 是个arrival 听明白 是个arrival 那么arrival是arrive arrival是不及物的 所以thearrival of something 那一定是某东西到来 某东西到来 某东西相当于主语 到来相当于未语 所以叫主位关系 听懂了吗 好666看过啊 所以这个逻辑都要搞清楚 都要明白 这样你自己造句也清楚 它的内在逻辑关系 你看 好这句话就到这 所以这句话里面有很多戒指 我们可以数一下有多少戒指 for一个of两个in三个of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 九个戒指一串一串戒指 所以每个戒指逻辑都要弄明白 好你看这个of和上面就不一样 你看superarri它不是动词变来的 对不对 和这个of逻辑就完全不一样 对吧 就完全不一样 好 好 刚才讲的名词 我们接着看这句子 给你们的时间看一下 大概要两分钟三分钟 看完告诉我好吗 好 Angela晕了 Angela请告诉我 你到哪里开始开始晕了 你看到哪个词开始晕了 对你们可以告诉我好吗 告诉我 你看到哪里你的语力链条 你那个链条啊 意思链条开始断掉了 连不上了 好 好 大同学看了第一个字 好 很好 有可能啊 看了第一个字就开始乱掉了 好 谁告诉我 concern concern哪里 我们看到 concern是哪里 这个 看这里开始乱掉了 对你们都告诉我看到哪个词开始乱套了啊 还连不上了 好 看了has后面开始乱套了 好 羊羊很好 羊羊是看到这里开始断掉了 看这里开始断掉了 ok 好 我相信很多同学看到这里 to the house 开始断掉了 很有道理啊 看了这里断掉了 很有道理 看了连不上了 接不上了 对吧 好 第一个动号开始断掉了 看了这里开始断掉了 好 没错 你们看到哪里断掉了 我就能够体会 能够怎么讲 能够感觉到 或者能够了解的 能够了解到大家的水平在哪里 好我们一起看啊 首先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句话主语是谁 告诉我主语是谁 主语是谁 主语是谁 好 主语喊到说的对 主语是 这个字 这个字 appreciation appreciation 对 主语是appreciation ok 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coincidence 是形容词 形容词在聚首 不可能做主语 所以立马想到 它是个表语道专 道专结构 表语道专结构 ok 所以为什么用has 你这个habitize 是CCD 对吧 species 注意啊 species是个单复数同行的名词 有的人不知道吗 单数是species 复数还是species 所以 a species two species 单复数同行 habitize 是复数 两个复数名词 在这里 为什么用has 就意味道 它不是主语 它不是主语 主语是appreciation 让人看出来 所以你读了第一个词 你不管是知道它的意思 它的意思很简单 表示 同时发生 对吧 我们讲巧合 coincidence what a coincidence 对吧 因为很简单 这coco表是同时的 incident 不是事件 两个事件一起发生 两个事件一起发生 干嘛 不就巧合吗 实际上刚好一致的 明白吗 好 它又讲了两件事情是一致 一起发生的 我们看哪两件事情 就是主语后边事情 和主语前面的事情 你明白 其实就是一个细表结构 后边主语这件事 和前边表语这件事 是一起 一起发生的 同时存在的 基本逻辑就这个 要看出来 明白吗 好 那我们先看表语是什么东西 和什么一起 当然是with 所以coincidence with concerns 我们今天的例句 后面例句会有好几个concerns 大家先记下来 这concerns 会有好几个例句都有 那什么叫concerns 大家告诉我什么意思 好 关注和担心是一个意思吗 关注和担心 担忧 还不太一样吧 OK 我们今天会遇到 因为15年考试都有 好 那我们就不怕发现 人们 人们的担忧吧 是吧 因为为什么叫担忧 因为后面讲的是负面东西嘛 负面东西讲担忧比较好 是吧 是而且用负数啊 所以担忧啊 它是可数也是不可数 你要讲具体担忧的哪些事情担忧 你担忧的具体事情 叫concerns 如果只是讲担忧这个概念 这个情感情绪 那么就不可数 我们这个是可数名词 对吧 所以各种各样的担忧 好 人们之外 很多人都担忧 担忧什么事情 about 担忧后面加about 或者加什么借词 加over 加over 我上次给你的练习 这里面就有concern 对吧 加over 好 那么第什么是 the accelerating loss loss来自lose lose lose就动命关系 讲过吧 刚讲过吧 因为lose来自lose 失去 那么失去 就是加速 散失什么东西啊 物种 还有物种的 栖息地 对吧 OK 不管是种群 物种丧失没了 灭绝了 还有他的栖息地 也在加速 善失 对这件事 人们有很多担忧 那与此同时 还有另外一件事发生了 A growing appreciation 就是 人们日益 意识到 日益意识到什么 意识到重要性 对吧 OK 意识到重要性 好 一方面 物种丧失 企业丧失 另一方面 人们同时又意识到 这个什么 重要性 什么重要性啊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OK 好 然后有个痘号 那么痘号后边 你看到这个长长的名字短语 是不是啊 这个名字短语 OK 好 那么我前面讲过 大家记得吗 一个名字短语 它 搁在这里 尤其没有痘号隔开 它必然做前面动词的兵语 可是我前面找不到动词 是不是啊 找不到动词 你不能做has been be 找不到动词 那么而且它有痘号风格 意味着它们俩是同位语 是同位语 也就是 后面这个名字短语 是要解释biological diversity 解释生物多样性是什么意思 是同位语 看出来了啊 好 那么什么叫生物多样性 它解释了 the number of species 是物种的数量 然后这个阶段语出来了 这个阶段语 显然讲物种 in a particular existence 在特定的 在某一个生态系统里边的 物种种群的数目 叫做生物多样性 听明白 好 所以这个同位语 你就把它拿掉 拿掉之后呢 这个to 你就能看出来 这to是和importance搭配的 是importance to 是对什么重要 对什么重要 ok 对什么重要 是这么来的 好 那么importance 它是有important 使用词把它变名词过来的 好 那我们我们看 在英文中有很多这样的 这样的结构啊 你看啊 我们许个很简单的意思 本来是可以说 a is important a对b很重要 to be 然后把它变成名词画的话 名词画变成 the importance of a 还是to be ok 好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这个搭配 以及它的变化 各种不同词性的变化 你都要很熟练 好 看到白板了吗 是a is important to to be important to 跟你写名词 就是importance 那么 把a怎么加进去 是of a 然后to be 看到了是吧 白板看到了 金梦 金梦 看到了吗 有看到是吧 很好 都看到了啊 所以在英文中有很多这种名词画 你要千万要知道 千万要知道 我再给你讲个名词画 我再讲 我没有例子啊 我这个例子 因为太难 我当然没有给你 我没用 比如说我讲一个啊 apply 应用 apply i a to be 好 把a应用到b下面去 那么把apply 名字化 那就成了什么结构了 成了什么结构 那应该是 the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of a to be 对吧 ok 所以 就是说 一个词 动词 名词 使用词 那么它的介绍搭配 通常都是保持一致 注意通常都是 有的不是 我再说一遍 就动词 名词 使用词 同词根的啊 动词名词使用词 它通常都是保持借词 借词是一致的 通常是 但有的不是 在我的新书里面 有详细讲 句子成分超经节里面 有详细讲这个东西 ok 你们的困惑疑惑 我都有答案给你们 当你们好好看书就可以 好 其实就是名词画 你要看到的名词画 结果就可以了 我看 词上一个 ok 好 所以这句话意思就出来了 他还用了一个叫has been 那么has been 是表示一直以来 对吧 一直以来 has been是完整事态嘛 所以把has been 我翻译成 长期以来 或一直以来 ok 然后担心 担心必然是人去担心 所以我没有 我把 按照汉语行为 叫人们 这里又是叫什么问题啊 是叫人称和物称 大家听得懂吗 就是汉语喜欢用人做主语 那么英文呢 这句话是没有人 那没有人呢 我们要把人加上去 你拿哪里反译 其实有人啊 concern 担心是人 越来越意识到也是人 听明白 所以英文就用这个抽象名词做主语 那么翻译的汉语呢 你要把抽象名词变成人们 ok 好 前天问我 Christians为什么不能指人们 没没看得到 道专 哇 没看出道专 好 前天说没有看出道专 那么很简单 coincident它是形容词 形容词不可以做主语 因为英文的主语都得是名词性的 名词性的才能做主语 使用词不可能做主语 听明白 所以你在主语开头 句子开头能看出一个形容词短语的话 必然它是表语成分 所以后面加一种词 has been不就必动词吗 必动词后面接触于 appreciation 单数 所以叫has 你这habitize是负数 不能决定has未有的当负数 听明白 这在我句子成分超级节里都详细讲了 所以我为什么几个成分我能写出18万字 因为我把方方面面的逻辑全部找出给你看 好 有人说 跟随着说 撞语可能吗 撞语也不可以 为什么 这个形容词要做撞语的话 你得再给我加逗号 撞语系统要加逗号 加逗号再令其写出主语结构 我最后面没有完整的主语结构 所以必然不是撞语 只能是表语结构 加系统词 加逗语 这样的倒专结构 OK 好 刘明问to做什么成分 我刚才解释 按照我刚才的逻辑很简单 Importance 和to 就是一个补足语成分 名词Importance 和就是to 因为to和Importance是一个固定搭配 它其实就是补足语成分 为什么讲 就像生物多样性重要 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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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谁重要 对后边最重要 所以没有to的结构 重要意思不完整 重要意思不完整 不是撞语 为什么 因为Importance是名词 名词没有撞语流明 名词没有撞语 只有动词以及还有 但撞语这点也是动词 除了动词还有其他的 但名词没有撞语 名词没有撞语 OK 好 新人问为何appreciate是主语 因为很简单 很简单 因为has been是动词 has been是动词 那么动词的 畏语是单数 所以新你对 你对动词要非常敏感 单符说要很敏感 啊 这将是单数 单数那么对应的变成单数名词 单数名词只有它 只有它是单数名词 其他前面都是负数名词 所以不可能存在 所以你主位一字要搭配要敏感 这都是涉及到什么 语言的形式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 通过这个句子 通过十天 十次你跟我学 我希望你们真的意识到 你千万不要只看出意思 你一定要给我看结构 因为我深深的感受到感觉到 我们中国人学英文 只看大概 只看意思 不管结构 所以你为什么写不出来 明白吗 所以我跟你这个苦口婆心的 这么跟你讲 都是我这么多年的真正的心得体会 或者我走了弯路 我走了弯路 我曾经一样的 我曾经教口语 我曾经一样不管 不管形式也糊里糊涂的 但我发现后来 我后来一手不行 这样真的不行 我写不出来 我也不能自信判断对错 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 是没有错的 即使你现在不理解 你觉得这样太啰嗦 太细致 或太太太太繁琐 如果你真的想把英文学好 你按照我说的做 一定不错的 听明白 OK 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做 因为我毕竟是过来人 而且我还不是一般的过来人 是我一直在研究的东西 一直在跟老外交流的东西 我才深深理解到 我们中国人去的太多了 某种人家讲 你们根本就没入门了 你们英文根本就没入门了 你知道吗 太多东西不知道 确实就少了 所以不要以为说 我看得懂英文 你就很简单问自己一块 你能判断对错吗 你能写出这样句子了吗 你吗 写不出来 不能判断对错 不就是因为不懂吗 对不对 OK 好 然后刘明说三个UP都做定语吗 哪里 哪里三个UP 这个UP是吧 然后这个UP是吗 我刚才讲了 对于定语补助语 你分不清楚 你就都把它看得定语吧 好吗 对于名词 你都看得定语 因为一般人是分不清楚的 所以不管他 我以后不讲名字 补助语了 你都看得定语 都看得定语 其实我在说一遍 我以前还讲过 名词为什么有补助语 大家听好啊 你看一讲又是 你回家给我看 英语句子什么 曹青姐 因为同学们 什么叫补助语 或者叫什么 啊 那个 这么讲吧 你们知道同位于重句 是吧 对吧 所以上升到重句这一集 上升到重句这一集 你会发现 英文名字后面有定语重句 有同位于重句 这听得懂吧 好 名字后面为什么有定语重句 有同位于重句 其实同位重句 就是一种补助语 只不过它是用 那种重句的形式 给出来的 明白吗 那么同样的 我把这个重句 简化成介绍短语 那么这个介绍短语 同样存在是后制定语 还是补助语 明白这个比较类比吧 对吧 只不过对于介绍短语 大家看不出来 但对于重句 你们能看出来 是这样子 所以不管它了啊 好 这句话 在原理是一样 就类比的道理是一样 为什么上升到重句 这一层层级 你就有定语重句 和同位重句 你是不可能把定语重句 和同位重句混在一起说的 对不对 同样的 你把重句这个层级 降低到短语这个层级 那么短语这个层级 同样有定语 还是补助语 因为同位重句 其实就能补助语 我在我书里都非常深入去推理 为什么 什么叫同位语啊 你们知道 一般说 主卫兵定诊谱 主卫兵定诊谱 根本就没有同位语 这个概念在里面 对吧 为什么 那么同位语和主卫兵定诊谱 谁有关系 和补语有关系 那补语和同位语 为什么单造一个术语呢 不把同位语叫补语呢 那是背后有很多道理 道理 道理在里面的 明白吗 所以你看我的书 你才能深刻理解 英文的逻辑怎么回事 每个术语都是很有道理的 好不说了 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句子 还有什么问题 好 当然是动兵了 当然是动兵 对 Appreciation 因为你的Appreciation 是来自Appreciate Appreciate 是极无动词 是 认识到 意识到后边的东西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App是动兵关系 而这个App呢 就不是动兵关系 就可以说是 什么什么的嘛 就发现我们传统的 什么什么的 对吧 OK 所以这两个App逻辑完全不一样 你们以后对App要好好看看 好 陈希说 为什么可以用道章 不看道章 道章不是有 不是要有否定词 好 陈希 道章不是要有否定词 挺好 道章有很多原因 那么否定词只是其中一种 好 要讲道章呢 挺好 道章分全部道章和部分道章 我这个叫全部道章 什么叫全部道章 就把整个的未动词摆在主语前边 能听懂吗 好 部分道章就是一般以文句以序 陈希你听好 陈希你听好 假如采用部分道章 这句话应该把 把haz搁主语前面 你要把b拿到主语后边 你把b拿到主语后边 能听懂吗 你部分道章只把注重词往前挪 可是我这呢 不关注重词haz 还把b也往前挪 所以把整个hazb 把整个位语摆主语前面 这叫全部道章 而你说的部分道章 那否定词 否定词那只适合部分道章 能听懂吗 好 这个就是正常语序是什么 正常语序很简单 正常语序对 为什么要道章 就是因为 伪重原则 就是因为伪重原则 所以他这句话又是一个伪重原则的应用 伪重原则的反应 那正常语序很简单 正常语序你就把h 听好啊 从agrowing appreciation 一直到well been 挪到注意位置 然后has been has been coincident with concerns about the accelerating loss of species and habitats 听懂了吗 这有例 所以这句话三块嘛 其实很简单 三块来 一个形容词做表语这一块 拿到菌末去 然后把hazbin拿到 拿到这里来 就完了 你看 嗯 所以 所以这个道章 其实 他熟练一样 而且是个全部道章 这全部道章就是说 整个表语在具手 所以以后大家注意啊 你要讲简单很简单 挺好 我给你写 这个结构吧 但我要给你写公式 公式 公式 又是蛮死的公式 公式 公式 ok adj 一个adj 一个phrase ok 一般是短语啊 也不短语 不要短语也可以了 我就不写短语说了 加一个 加个必动词 再加到后面 这个np 这个np一定是主语 好看我这里 看第一行啊 一个形容词 加必动词 加名短语 那就必然道章结构 好 方祥你好 方祥说第一次听课 错过了一段 不知道可不可以回看 方祥同学 欢迎你来 然后放心 免费回看 没问题 好 不要急 好 再说点 使用词再聚首 加必动词 加np主语 这一定是道章结构 听明白 所以我们回来来 把那条背下来 待会 看不到 一会看到了 我重新写一遍 重新写给你看 一个 一个 形容词 还是 短语吧 我写短语吧 也可以是一个形容词 了 phrase 加换号 然后加必动词 肯定是必动词了 然后加np 这np干嘛呢 np就是主语了 我立马把这句话背给你行啊 好看上面呢 对 看能看到吗 现在能看到吗 能看到不 能不能看到 看不到 马上看到 看到了 看到了 好 实用词 单个实用词 或者是加短语 我们刚才是短语 懂吗 然后加必动词 加一个长长的名字 短语 这名字是主语 必动词 前面形式表语 所以主系表结构 大家听好 而且中间是没有逗号隔开 听没有 没有逗号隔开 有逗号隔开结构恐怕又不一样了 是没有逗号的 OK 好我们把这刚才句子来写下来 好吗 把刚才句子来写下来 刚才那个是实用词短语是怎么说的 好我在这里写 实用词短语 我要记得叫 一致叫coincident 是吧 同时发生巧合 coincident 加什么介词 with ok with什么 with人们担心 担心怎么说 concerns c-o-n-c-r-n-s concerns concerns over也可以 over about 担心什么呢 担心 加速快速的上是 the accele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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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什么 loss ok 看到了吗 白板 能看到白板吗 现在第二行 我写了英文 可以看到吗 一会儿啊 我再刷一会儿就可以看到 coincident with concerns about or over the accelerating loss ok 那么loss什么loss呢 好后面加个of of of什么东西 of物种吧 物种怎么说 of species species 还有物种的棲息地 物种的住的地方 habitants ok 好 我这个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叫什么 表语讲完了啊 好 然后这写位语 写位语是husband husband husband has 主语是单数 主语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哪来的 是growing growing appreciation ok 越来越意识到 意识到什么东西 of something of the importance 重要性 重要性 然后什么重要性啊 再来个of of 生物多样性怎么说 生物多样性怎么说 生物多样性说 biological biological 多样性 diversity ok 那么生物多样性 啥叫生物多样性啊 来我来个名导演给你解释一下 the number of 数量 什么数量 物种数量 species 哪里有物种啊 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 叫 in in 鹅 加个阶段 一说英语啊 阶段做你 in a particular particular 哪里 圣诞环境叫 a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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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 ok 好 讲完之后 重要性别忘了 还是重要性啊 对谁的重要性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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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健康 the health t the health of of earth 我们地球的health 地球的健康的 啊 还有谁 还有人类的啊 and human 人类的什么 叫福祉 wellbeing ok 好 这句话是怎么逻辑顺下来的 所以我这么一顺你们就明白了吧 好 有同学说什么是倒转什么不倒转刚才不说了吗 伪众原则呀 伪众原则呀 对吧 你足以那么长 你比较一下同学们比较一下 从agrowing一直到下面全部是足语 coinstant 本车 那个短语是表语 你数一数单词 几比几 你可以数一数 科下自己数一数几比几 对吧 所以这就是伪众原则的体现呢 我讲过伪众原则是非常底层的基础的一个原则 它深刻影响句子的与序词序 好 就看明白了吗 都能看到吗 我现在白白都能看到吗 Human Wellbeing到最后能看到吗 啊看不到 好稍等会啊 我们刷完了吗 一会啊 有了啊 有了啊 好有了 我来从头到尾一遍 来 这公式在这里 公式在这里 形容词短语 好 形容词短语 我们看一下 coincident with concerns about or over the axillary loss of species and habitats ok 好 这都是形容词短语 这形容词短语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看英文都是看结构 看形式 看结构看形式 ok 好 我看出它本质是个形容词短语 再这么长 你再这么复杂 改变不了你的本质 因为你是形容词 那么形容词只能做表语了在这里 所以表语后面加has been 必动词吧 必动词在这里 必动词完了后面加长长的名字短语做主语 好 这个名字短语叫aguarine appreciation 越来越意识到谁呀 那当然是人们了 所以汉语喜欢用人讲话 叫personal subject subject是主语 personal是人 所以汉语喜欢用人称主语 叫personal subject 英文呢 人作主语可以 还可以用抽象名词impersonal subject 关于这个话题 对于写作非常重要 所以要讲写作 我会深刻系统去讨论 英文的物称主语和汉语的人生主语 直接怎么转换 它也影响了句式的变化 这都是用说话去 去系统自己认识认识它的 ok 好 浅浅说说实话 我以为它动词 浅浅你以为哪是谁是动词啊 你以为谁是动词 ok coïncidence是动词 好 词系没备好 ok 你想啊 动词怎么可能 跑到巨手去了 是不是 动词怎么可能跑巨手了 是不是道理啊 ok coïncidence ce才是名词 k是使用词 ok concern with ok 两件事情同时发生 同时在持续 一个是concern 担忧 一个是appreciation 一方面是担忧这件事情 一方面人们又意识到 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生物多样性就是 特定生态系统中物种的树木 然后生物多样性对 地球的健康 对人的福祉 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ok 好 同学们 为什么 有人说写作写作 为什么我不大愿意讲写作 因为 我知道咱们中国学生 连造句都不会造 还谈什么写作 就相当于说 就相当于说 你都不会走路 就在满地爬 你想跑起来 怎么可能呢 明白 简单的句子都不会造 句子概念都没有 怎么倒砖 怎么部分倒砖 怎么全部倒砖 以及 然后根据商业文 句间逻辑关系 怎么调语序 这些概念都没有 你哪 看什么写作 所以我一般不教写作 因为 因为教写作 太辛苦了 我要重新 从开始给你造句 讲造句 对吧 要考试了 OK 好 这句话 这句话能背下来吗 按照我干的思路 你就能背下来 现在非常明白了吧 对吧 非常明白了 是越来越意识到吗 意识到什么 Import 重要性 Biological diversity 什么叫生物重要性 The number of species in a particular existence 别忘了 别忘了 我是讲重要性 我是讲重要性 行 重要性 生活重要性 对谁重要 对谁重要 所以to这些短语 来做补助语 to the health of earth and human well-being OK 明白了 好 大家闭上眼睛 背下来 闭上眼睛 把这句话背下来 你现在看不到了 是吧 背下来准备 一起来一遍 两个东西同时持续 同时发展 叫coincident with 为什么 先写一件事 with concerns concerns 是什么 about about 对什么担心 对越来越加速的丧失 the accelerating loss loss 什么东西 loss 物种和物种在生活的地方 对吧 loss of species and habitats 好 第一个短语讲了 后面刚刚讲的家卫语 has been has been 这has been 就一直以来 所以这两件事情一直以来是在持续的 对吗 一方面人们一直在担心 另一方面人们又一直在意识到重要性 对不对 has been has been 就越来越 越来越意识到 越来越懂了 越来越体会到 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 a growing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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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of the importance 谁这种重要性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什么叫biological diversity 生活多大性 来多好多好 我给你来自补助理给你讲讲 the number of species 哪里的 哪里species的 in a particular ecosystem 别忘了啊 我还是讲重要性的 所以重要性接着来 晚会说 T 这谁啊 健康的谁啊 the health 谁的健康 of the earth 还有什么 我还有人类的福祉 天能不要背 是不是跟我一起背的 跟我一起背了吧 对吧 所以四个世纹出来了吗 都是一起背的吗 好多了吧 这么一分析感觉好多了 是吧 我们再流利背一下 再流利背一点 很流利的啊 来 开始 co incident with concerns about the accelerating loss of species and habitats has been a growing appreci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 number of species to the health of the of the of the of so th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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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he of of the of the of the of of the of the of 好 越來越少生物多元性 括號 對於地球 對於我們人類的 對於地球健康 對於我們人類健康 都有重要的意義 老師看著中文 翻譯能翻回去嗎 這個居然出現並列的感覺 appreciate 意思 也夠罪了 ok 好 所以 對 你看到比如說看新幹店那個你可以看著中文去翻譯英文嗎 你看著中文翻譯英文你就會發現漏了漏一大堆東西漏一大堆s加不加 把罐子用不用實態都搞錯了 那都是你的問題 那都是你的功底不夠 ok 好 明白了 所以這句話我想告訴大家想 想讓你們意識到一點是什麼 這不就是藉詞嗎 對吧 藉詞跟importance 你說真是罪了 隔了太遠了 是吧 隔太遠了 ok 好 我們再玩看 再看這個名詞 我這都是講名詞和藉詞的關係 看這就用什麼名詞 好 這個結構是什麼 剛才我們講的是importance 被其他東西隔開和to被隔開 那我們這個是dispute 爭端 爭端呢 先加未動詞 erupted 出現這樣的爭端 爆發這樣的爭端 然後叫between 這between是講爭端的 是兩個國家之間的爭端 ok 然後over 這over也是講爭端的 是就什麼事情引起了爭端 聽明白嗎 所以這不就是名詞和介詞又被分隔嗎 又被分隔 就所屬關係 誰的所屬關係 a temple 廟宇 哪裏的廟宇 on their border their是指兩個國家 border是邊境 好 整個意思就出來了 對吧 整個意思怎麼翻譯 好 我們從後往前翻 是吧 他說是兩國 two countries ok 在為一個 建在兩國邊境處的廟宇的歸屬問題 發生了激烈的爭議和爭端 都可以 是吧 所以從後往前翻吧 那你要能理出這over跟誰啊 over和country都沒有關係 是dispute over something ok 所以這個分隔又有什麼問題啊 是被動詞分隔 被畏語分隔 ok 被畏語分隔了 其實可以說 兩個界端語都是被畏語分隔了 對吧 這為什麼也是偽重原則呀 為什麼 你畏語才一個字 你才一個字 你界端語這麼好幾個字 對吧 界端語好幾個字 所以後製了 跟我們前面講的先行詞和重句 被畏語分隔 道理完全一樣 這都是偽重原則的體現 好 這句話背一下 這句話怎麼背 剛剛的句話 一個激烈的爭端爭執 a bitter dispute erupted 在哪裏 erupted 是哪裏的爭端爭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k 關於什麼 爭什麼的他們呢 over possession 關於這個歸屬的問題 所有群的問題 possession是什麼 a temple 哪裏呢 on the border ok 好 講到這裡 我就講一下咱們作業了 為什麼 作業這裡concerns出來了吧 word raised 是位語吧 然後 大的重句是什麼 是 是 是同位重句 講誰的 講concerns吧 對吧 對吧 跟剛剛的結構不是一樣嗎 ok 好 bittain做什麼成分 我們可以講bittain也是做定語吧 講到dispute 是哪裏的字呢 dispute between dispute between 聽明白嗎 dispute over 有什麼 那回到這裡了嗎 因為 同學們 當你說發生爭執的話 首先你講 誰跟誰在爭 是不是啊 誰跟誰在爭啊 爭商和李四之間在爭 所以a dispute between 爭商和李四 明白嗎 爭啥啊 他們爭啥啊 就這個破妙的問題 over something 聽懂嗎 不值得爭 不值得爭 所以dispute between dispute over 不同介詞 它表達邏輯不一樣嗎 ok 沒問題了嗎 不是壯語 你以為是個收入動詞 erupted 是嗎 收入動詞erupted no 是講dispute 在哪兩者之間 產生爭執 因為你想爭 你的是雙方才叫爭 你一方跟誰爭 你自己跟自己爭 那某人也是兩方 聽明白嗎 劉咪 好 所以dispute 真正的語意 還是講 between 真正的語意 還是講dispute ok 這個比較好一點 好 回到這裡來一樣 這下面就是dispute dispute ok 然後動詞是哪一個 erupted 的 然後定義是哪一個 between 或是over 所以名詞的後製修飾語 被畏語隔開 所以講大一點的 大一點的 就怎麼講 概括吧 就是名詞和名詞 同位於同句 名詞和名詞的間諜短語 都是名詞的後製修飾語 所以是名詞和名詞的後製修飾語 被畏語隔開 因爲你名詞本身做主語 本質是一樣的 我們這個 dispute是同位於從句了 這裡為什麼學生主句啊 我就不明白啊 dispute是主句嗎 不是主句 ok ok很好 嗯 我知道你說前面是主句 最好把dispute 回到從句裡面去 為什麼 因為dispute是從句的廉詞 ok 所以前面是主句 實際上 越來越多的擔心了 人們也這麼多擔心 擔心什麼事情呢 擔心什麼事情 後面講了 是證人 目擊證人 這不是虛擬 這應該是表示猜測推測吧 或許會受到 鼓動啊 反正別人慫恿他啊 教授啊 負面的意思 幹嘛 然後exaggerate 是誇大其詞 這個there是指證人 stories是指在法庭作證的證詞 對吧 在法庭叫in court ok 比較好 好 然後他們目的 是insure 確保guilty 犯罪有罪的 verdex 判決裁決 對吧 這判決我們可以加上是 法官的或陪審團的判決 對吧 有罪的是對誰的有罪 是被告的有罪 對吧 所以大概翻譯成說 人們現在很擔心的 擔心擔心擔心 擔心擔心 擔心什麼呢 越來越擔心什麼呢 這樣一來的話 那麼證人很可能就會受到收買 受到教唆 受到慫恿 在法庭來做偽證 通過跨大證詞來做偽證 目的是為了陪審團 對被告做出有罪的判決 ok 好 所以他的翻譯很好 把意思說得很好 這翻譯很好 然後他的解讀也非常正確 那同位從事修斯坑斯人士 被主句位於部分給分隔 所以他這個先行詞 做主語的先行詞 加位於 加不是定義從事修 加同位從事修 他應該是比我 因為他上面寫的很同位從事 對吧 這麥筆表虛擬 這個有點誤讀了 應該是猜測 應該猜測會好一些 ok 當然 當然看上下文了 好 這是很好的翻譯 非常棒的 好 所以這個結構 剛才的結構和 dispute是一個道理 所以擺在一起 正好把咱們的作業插進來了 這樣一個很好的邏輯銜接了 好 這句話又有concern 一般raised 連在一起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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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這裏 看起來 the latest 最近的最新的一個 puported 據說是 據稱 據傳聞 還沒有被證實 叫puported taped 錄音的 message 信息 那其實就是錄音帶 對吧 ok 來自哪 來自奧沙馬本拉登 本拉登 不是歐巴馬 差一個字 歐巴馬 歐巴馬 美國人真是把他搞錯 因為講歐巴馬 說成歐巴馬 以為是可惡了 好 據說是來自本拉登的 這個錄音帶 最近一番錄音帶 好 將最近配的是 現在完成事態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所以latest 和hazard based 現在完成事態 都有內在聯繫 看到了嗎 剛才 不注意是吧 ok 好 已經引起人們擔心 好這個擔心呢 它因為不可什麼名詞 沒問題 ok 那麼擔心 以後記住 誰擔心呢 誰擔心 我們用amond somebody amond somebody 一直到這 表示什麼人擔心 然後that 就做同位重句 講擔心什麼事 所以這結構很簡單 就是什麼人 擔心什麼事 ok 所以叫amond somebody that的重句 來講擔心的事情 所以是同位重句 同位重句 ok 好 好 我再擦掉 再重來啊 那麼在amond 這個人裡邊的 並列關係要看出來 按著誰跟誰並列 告訴我 誰跟誰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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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說Intelligence不是智商的意思 是情報 美國CIA CIA 那個I就是Intelligence情報 ok 好 是Intelligence和Law Enforcement 這個是並列關係 懂了嗎 情報部門 執法部門 的官員 再加官員並列一下 ok 再並列一下 然後 在歐洲和官員 可以同時加上類似的 歐洲 要看自己並列 再並列到外面去 所以 英文中 and的並列關係 各種的結構 好 那就發現 在歐洲 情報部門 執法部門 官員們 當中 他們 擔憂了 擔憂什麼 這個there 這there 就指這個官員 情報部門 執法部門官員 官員 擔憂他們國家 現在已經在 HES 這是本拉登的襲擊目標名單上 意思就懂了吧 意思就說 最近據說 據說 據稱是本拉登 弄來了 一盤的錄影帶 引起了 歐洲情報 執法部門 官員們擔心 他們擔心自己國家 目前已經在 他的下一個目標 往襲擊目標名單上 就是這個意思 好 他發得很好 最新的傳說 來自本拉登的 錄音信息 引起這些 部門官員們的擔心 他們擔心自己國家 發得很好 隨時先行詞 加定語 這個定語 這個定語 就是amount 這個定語 OK 再加that 同位一重去 這樣才make sense OK 所以這就先行詞被割開 好 這句話背一下 來背一下 開始背 怎麼背 最近the latest 據說pupported 錄 taped message 來自本拉登 從本拉登 從本拉登 好 然後完成 has raised concern 不可是名字 concern後面加什麼 加人 誰啊 amount amount什麼人呢 歐洲的 European 情報 intellig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人講完了 人講完講是that 他們國家 their countries are now on his hater list 又好多了吧 這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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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個句話 托福考試聽立體 托福考試聽立體 有讀學陳經夢 我說馬上好這句話我看不懂 你看了看不懂怎麼能聽得懂啊 你整個整個邏輯都看不出來嘛 現在聽懂了嗎 沒問題啊 好 這個看一下 金夢說overjet dispute overjet dispute disput 政當什麼事啊 政當什麼事 over sumpt 明白嗎 好 我們再看這裏啊 European是動詞啊 是未動詞啊 好看這句話 Jury month Jury month Jury month 很苦悶很郁悶的數月 Dragged by Dragged是指脫債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要脫冰箱 冰箱你抱不起來對吧 你要把冰箱從地上拖 拖拖拖拖 用力拖叫dragged 那麼dragged by 在這裏是個短語了 就是這個日子非常難熬 為什麼日子啊 很苦悶很苦難的歲月 非常難熬啊 對吧 好 在什麼之前 在這個 噩耗悲劇 噩耗 到達他了 好同學們看一下 這就是因看差別 那麼我們中文不可能講出 這個噩耗傳到他那裡 我們中文是用人做主語 是他聽到這個噩耗 他接到了這個噩耗 所以把人擺前面去 看到區別了吧 中文是用人做主語 英文可以用這個抽象名詞 就是news來做主語 所以news reached her 那究竟什麼news呢 看news我們就知道 後面加個同一重句 來解釋一下news的內容 所以這個大的重句 同一重句講news的內容 究竟什麼內容 內容就是 her beloved brother 他愛的兄弟 哥哥的弟弟 had been killed 因為參加反法行事活動 而被殺害了 這樣一個噩耗傳到他了 那麼這個before的邏輯關係 前後沒問題 但關鍵翻譯怎麼翻譯呢 翻譯怎麼翻譯呢 我們前面講過翻譯幾巧 因為during month是時間 那麼是時間 我們就翻譯成 我們發生這件事情 多長時間之後才幹嘛 多長時間之後發生什麼事 所以翻譯成之後 所以我們大概翻譯成說 在上海文 在上海文中 因為講這個女的 這個女是被捕入獄 是這樣子 所以在我們可以 有上海文就翻譯成 在監獄中熬過了數月 幾個月的這種苦悶的 這種郁悶的這種日子之後 突然某一天 他接到噩耗 說他哥哥死掉了 明白嗎 就這樣一個邏輯結構 所以翻譯成之後 因為前面有講多月嗎 多少月嗎 我們前面講過 有了時間 時間的表達 before翻譯成 過了多長時間之後 然後他幹嘛 明白嗎 就講過啊 好 這是 他翻得不錯 好看這個翻譯 同樣句 我就不解釋了 目擊者可以被鼓勵 還可以在法庭上 去誇大他們的故事 也可以 就證詞嘛 是吧 你確保有罪判決的觀念出現了 好 這觀念是對concerns的誤解 對吧 對他的誤解 對觀念 那我能看出這位同學 還是把大的從事 應該是分析對了 把大的從事是看著concern的同位也是分析對了 這個結構是分析對的 很好 很好 只不過concern理解有點有點錯誤 好看這個 他還是他他表達 歐洲情報和執法官員發的很漂亮 看歐洲情報執法官員發的非常漂亮 好 從最新的所謂的 所謂的有點 不太合適 本來的路易信息得知他們國家被列在本來的要打 要打擊的名單上 還可以 但沒有把concern翻出來 OK 是吧 請問說擔憂呢 沒錯 沒有把擔憂翻出來 但 但這位同學還是不錯 我能看出他是看到結構了 他把這個邏輯關係結構都看得很清楚 還是很不錯的 OK 所以要再準確把concern看出來 好嗎 concern其實就是 什麼人擔憂叫amon 大家可以把它背下來 因為這個句型你們可以用了啥 以後你在考驗寫作寫作說 什麼事情引起擔憂 誰擔憂 擔憂什麼事 就出來了 x raise concern 然後什麼人amon people 然後什麼事 從句你就用that 從句 如果不是從句是短語的 你用over over something 聽明白 這個句話背下來 啊 don't concern that 都可以 好 在他得知親愛的哥哥 被納粹傷害不幸消息之前 他緩緩緩慢的過了無聊的歲月 這個是對 before 處理的不好 對 before 翻譯處理不好 所以我上次講了四種翻譯方式 我在考驗洪書裡面有 回家自己看 好嗎 好 這個是 在法庭上 證人也被慫恿 寬大其政言以確保 確保罪責審判 沒問題 此擔憂引起了關注 他把concern翻出兩個意思來 既是concern有擔憂的意思 concern又有關注的意思 ok 這個 嗯 此擔憂引起關注 嗯 不是特別好 但是能看出 他也能看出這concern 和這個納粹從句是有關係的 還不錯啊 好 那大家關注concern到底怎麼翻譯呢 我有引出一個 啊 一會再說吧 就是考驗的題 考驗題裡面有 待會再說 好 最新一條聲稱是 來自本拉登的錄音 在歐洲情報部被引起 引起關注 好 歐洲各國執法官員 現成為本拉登打擊目標 好 這是完全錯誤 那除了歐洲官員被打擊 不是 是他們國家被打擊 好 這實際上是沒有把那的從句 和concern連在一起的結果 他認為那的從句是修飾officials的 那是定義從句 所以他的他的那種翻譯 一定是把那的從句看成 official定義 是不是這道理啊 OK 所以這裡把那子搞錯了 好 之前處理的不好 OK 回家好好看書 OK 這是最新考慮 今年考慮的 有考慎這個句子 時間好 過了好快 都9點18分了 你們要休息 沒法休息了 看一下吧 好 我就簡單說一下 這句話意思 這句話意思 這句話要講一下蠻難的 因為這是第三面文章 第三面文章就一定有難了 第四面文章更難 對吧 這句話意思是講這個 這個政策 這個政策這個規定是指引入數據審查 什麼的 這樣一個規定 好 這個規定呢 效仿了其他雜誌的努力 就是效仿了其他雜誌的類似做法 我們發現類似做法 對吧 是講科學這本雜誌 效仿了其他雜誌的類似做法 OK 那什麼效仿呢 是在 wise by concern 最可算是一個不可說明詞 對吧 是普遍擔憂 擔憂 擔憂後面加拿大的同位審訊了吧 看到沒有 擔憂什麼事啊 好 請大家把擔憂什麼事看一下 好 先到這 從這邊開始啊 主語叫 數據分析中基本的錯誤 contributing to 導致 數據分析中基本的錯誤會導致 就因果關係啊 導致 這個 許多發表的研究結果 不可重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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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可重複性 什麼意思 講講講很麻煩 很麻煩啊 我相信學功課的同學應該理解這個意思 就說 你在做實驗 實驗結果要可重複性 不關於自然科學還是生物科學 你實驗結果研究結果都需要 要多次重複 重複 也就是說每一次 你自己多次做同一個實驗 或者 別人按照你的方法去做同一個實驗 必須能夠得知同樣結果 這叫reproduciability 可重複性 所以每個實驗結果 它都有誤差分析 重複的實驗 大結果呢 必須同樣的類似的誤差範圍內 如果這誤差範圍有問題很大了 結果不準的話 就沒有可重複性 你的實驗就有問題 你的實驗的結論就不能發表 大概就是這一次 OK 我說錯了吧 沒問題吧 是你一次吧 對吧 所以你按照同樣的方法做實驗做實驗做 做了很多別的實驗 結果應該是可重複的 類似的 不能誤差範圍太大 否則你的你的論文這東西是不能發表 基本就有意思 OK 好 那現在說你的數據分析基本錯誤會導致你的發表的實驗結果是不可重複的 就不具有重複性 OK 好 整個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簡單發言一下 講科學這麼雜誌 我跟他一樣 他這個規定是效仿了其他雜誌類似做法 OK 之所以有這個規定 他是因為普遍擔心 數據分析中的存在基本錯誤 或是導致許多已發表研究成果不可重複的一個原因 OK 好 這個concern 我們再看下一個concern 因為同樣有另外一個concern意思就不一樣了 怎麼回事刷不出來了 待會兒啊 我後面還好多句子要說的 嗯 ok 這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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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完全放 下一個 好 這個 同樣一年 就這篇文章的下面 看一下 一個句話蠻長的 一個句話蠻長的 好 這句話呢我要提醒大家 第一點是concerns 這concerns 他用複數 然後他後面加這次with 加with 意思變了 是關注 擔憂是用over 用about concern with 表示關注的意思 關注什麼意思 就是你很感興趣 表明這件事情很重要 對吧 事情很重要 很感興趣的東西 很重要的東西叫with 關注 over只擔憂 意思不一樣 意思不一樣 要看介詞的 OK 好 那麼最近還要告訴大家 另外一個地方 你能看到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地方嗎 什麼地方很重要 我希望你們看到 實態在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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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因子和沃爾對比 一定要看出實態 對實態要敏感 那麼就有精細對比 所以你翻譯的時候 要把這個時間 體現出來 那麼statistics board 就表示 這board 表示委員會 根據上下文知道 是一個委員會 是個團體 是個組織 是個集體 OK 好 然後這是個什麼委員會呢 是統計數據 統計數據審查委員會 檢查委員會 OK creation 是創立這樣一個組織 那麼 就說我們這個科学雜誌 設立了 統計數據檢查委員會 這件事情 最初是受什麼激發的 受什麼原因呢 所以 開始是因為 因爲什麼 廣泛關注是關注什麼 關注什麼 關注什麼 我往後看啊 我要你分析這個結構 請大家分析這個結構的 並列關係 這是個重要的理由 來 我先把它插掉啊 你把這個並列 並列結構的關係分出來 分析出來看一下 括號裡面的幣列結構 怎麼分析 好 這個分析 我給我 我有很多選項 你們選一下看看 好 這自己的 你看到了嗎 看到了吧 應該 好 我也這幾個選項 你看 裡面大家看誰哪一個 對 非常好 非常好啊 其實我還有另外的分析 看一下 刷有問題 得出來了 各種可能分析吧 好 第二個分析正確的 第三個分析錯的 第二個分析正確的 第二個分析正確的 千萬不要誤到 啊 我們來看一下 回來 所以他應該怎麼講 是 因為你要看冠詞 看冠詞 看冠詞 都沒有冠詞 沒有冠詞 所以應該是 data analysis 數據分析 和statistics 統計 統計數據和數據分析 然後 再說 他們兩個人 再說應用 是應用這兩個東西 然後 印哪裡 明白嗎 所以這個印和application 其實是有聯繫的 就是 統計數據和數據分析 在科研領域的應用 所以發現 統計數據 數據分析 在科研領域的應用 好 is part of 現在是什麼 是科研雜誌 overall drive 那麼現在是因為 為了全面致力於什麼 提高雜誌 上發表的 研究結果的可重現性 好 我再重道 再說一遍 就說科學這本雜誌 為什麼成立這個 統計數據 檢查委員會 最早是因為這個原因 現在是因為這個原因 明白嗎 讓你看看 最早是 開始是因為 OK 廣泛關注什麼 統計數據數據分析 在科研領域的應用 最早是這個 而現在只是為了什麼 為了全面致力於提高 雜誌上發表的 研究成果的可重現性 明白嗎 明白 所以這個句子 要看到並列 看到實態對比 然後看到並列關係 這個 這個並列關係 分析 後面都還可以 這是另一重句 這個什麼 所以關注 不是擔憂的意思 因為戒指不一樣 OK 都要看出來 好 這就我後面不看了 我再往後跳 就是 這個 這些現場得到 這些現場得到 百分關注 這些現場得到 百分關注 不太通 有點偏離的意思了 這有點偏離的意思 再往一看 好 這是另外一位同學問的問題 看一下 他問到的是 這個 這個定義重句 這個定義重句 他認為是修飾Environment 我講過這不可能 為什麼 Environment是單數 單數 那麼位置值 Environment 位置後面 另外一位要加S 對吧 沒有加S 我們就看出 他不可能修飾Environment OK 那麼 Stimuli是刺激的 個人刺激 它是個負數 Stimulus us 是名詞 是單數 i us變成i 是負數 所以位置形象就指 Stimuli 對吧 這同樣是要告訴大家 一定要看 結構 看英文結構 他這位同學 為什麼認為說 位置 要指代環境呢 因為他按照漢語的邏輯去理解 他按照漢語的邏輯去理解 他按照漢語的邏輯去理解 他按照漢語的邏輯去理解說 這個環境因素 使得人們具備這個能力 只有對這個能力有培養 各國的環境 環境因素 對他的能力有培養 這在漢語講得通 在漢語的確講得通 但是它無視英文的形式 完全從漢語邏輯去講 這是錯誤的 但我要 我說這個也是因為我見了太多 就是根本無視英文的結構 無視英文的形式 而完全從漢語邏輯去講 翻譯的東西都不是英文的意思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強調英文的結構 所以漢語再說得再通再漂亮 不是英文的意思 不是英文的邏輯結構 所以當然不行 好了 他說嗎 威脅的聲音姿勢 因為主位以主 你推翻了 這點我贊同 所以為什麼我要看圍儀一次 看圍儀的東西嗎 OK 沒了 OK 他前面還有問到 前面問到 說你要看圍儀 這個威脅怎麼回事啊 因為這個威脅他不是做主語了嗎 那麼你當然不能看成就主語一致了 所以他是僵化了理解 我講的規則 他這裡對著你看 他這他說了嗎 他說 定義從據說得定義從據 位於單夫數由先行辭決定的 那麼 環境是單數 後面there are 夫數如何解釋呢 所以這兩個問題根本沒有聯繫 是不是 威脅的單夫數由先行辭決定的 和我後面的威脅沒有任何聯繫 因為你這威脅根本不是做主語啊 所以你說 關系父子胰島定義從據 他的主語一致 當然是取決於他自己本身的主語 你的自己本身的主語 是stimulus stimulus 他是負數單用R 所以與先行辭沒有任何聯繫 因為你的先行辭不做主語啊 不做主語 你怎麼看無顏的 對不對 我這說 位於中的單夫數 那是因為你的先行辭做主語啊 你才有這個單夫數的這個 確定 對吧 所以這兩個問題沒有任何聯繫 好 我們要通過什麼定義從據中的位於現象 位於現象 找先行辭提供線索 這句話 覺得很有講究 這講究就剛剛講究了 你做主語才存在 不做主語呢 存在什麼講究啊 存在什麼判斷啊 你關於負責關於代謝 完全全分開來 因為整個邏輯結構完全不一樣嘛 OK 明白嗎 你這stimulus 是負數單用R了 這個R當然和這個 威脅沒有關係 和這個environment沒有關係 我這個威脅雖然是指environment 但他決定不了R的單夫數 為什麼 因為威脅不做主語啊 對吧 我講單夫數呢 是做主語的問題 才理由單夫數問題 對吧 這樣 很好理解 好 所以這邊看中 他 只是看英文的意思 不看結構 不看結構 就放這些毛病 所以我一直想要看結構 好 這是考驗的那個那個 閱讀文章 閱讀文章 這個 我剛才說的很多難題就是 考驗會考題的 聽到嗎 這個那個 閱讀理解那個題 就是針對你這個句子 讀懂了沒有 好看這句話 好看完 他說 過去大半年時間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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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雖然是單數名字 但是他講時間 所以叫much 不是many many 叫years 對吧 要注意 所以你看這個呼應 關系都要看出來 years this is money much 是這一年當中的很多時間 在過去大部分 在過去一年大部分時間裡 小布什總統一直在遊說 對吧 弄活動要遊說幹嘛 是把社保方案 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一個儲蓄帳戶的模式 OK 好 Ways就給出一個結果了 Ways什麼 獨立分子結構 沒問題吧 獨立分子結構 Retirees 是退休人員 Ways加名詞 加分子短語吧 回家看我高級書 我想一下了 Ways加名詞 加分子 那麼導致結構就是 退休人員 是嗎 trading 要加4搭配 trading4搭配 用什麼換什麼 用什麼來交換什麼 trade不是交易嗎 貿易交易嗎 交易怎麼交易啊 用A來交易B 就tradeA forB 對吧 所以拿什麼交換什麼 拿著much of all of the guaranteed payments 他們本來是有保障的收入 用有保障的收入 換成了這個收入 這個收入 depending是後日定語 這個收入依賴於什麼 依賴於投資收益 retend收益 對吧 投資收益 什麼意思啊 意思就是 小布什通過改革 把社保方案轉換成 儲蓄帳戶模式 導致的結果就是 這幫退休人員 拿他本來是很確定的收益 收入 變成了取決於投資收益的 這種收入 取決於投資收益 那投資穩妥嗎 不穩妥啊 對吧 就金融資產沒錯 與其學金融的是嗎 金融資產是輕資產 對吧 你房產就是重資產 變現差 但是你的金融資產 風險很大 也是 等於股票跌得這麼厲害 對不對 ok 所以大家要學會理財 很重要啊 好 那麼這番話關鍵是看哪 關鍵是看 Four 你讀了Four 你不要漏掉了 你不要漏掉 為什麼 其實很簡單啊 你看這個大大的名字端語 看出了沒有 所以我一直強調 讀句子 你不能給我再讀單詞 聽明白嗎 你要把整個短語讀出來 這整個是一個義群 沒問題吧 much of all of the guaranteed payments 這部分嘛 這A部分 Four B部分嘛 對吧 你不能淹死在單詞裡面 所說的單詞磁海裡淹死不行 你把每個單詞能串成一大塊 一塊一塊的 所以以後讀句是一塊一塊的 比如這句話 我讀什麼感覺 第一個感覺是 過去大半年時間 小不時 幹了一件壞事 這幹事是multi 是吧 multi 幹一件壞事 然後壞事的結果是這個 OK 然後獨立分子結構是說 這班退休人員 拿他 確定的收益 來換 投資收益決定的 不確定的收益 好 答案選哪個 三上級 前線說現在淹死在戒指裡面 哈哈哈哈 淹死在戒指裡面 所以為什麼要淹死在戒指裡面 結構 結構嗎 還是結構問題嗎 我一直想要結構結構 但是B了 因為我把翻譯翻得這麼明確了 是吧 retirees retirees是哪個 retarded people 同一字計畫嗎 as a result of 是哪個 位子短語 是吧 位子短語 可以講結構 OK 選B嘛 多簡單 那一樣呢 都是帶來的 隨著 我可以把它看的是 博士說明也可以啊 博士說明 也可以看到 伴隨博士說明 沒問題啊 就說 小博士 幹了這麼一件壞事 然後呢 伴隨著就什麼 伴隨著 伴隨著就 後面博士說明 你幹了這件事之後呢 伴隨著說明 就出現這個現象嘛 出現這麼一個東西嘛 伴隨著說 這樣以來 這樣以來 你的退休人員 就拿 固定的 有保障的收入 換成了 沒保障的收入 對吧 怎麼理解都可以 好 要看貨的當然沒關係 我這次講動詞了 動詞和接觸關係 好 這個呢 那這個這個 是什麼 講這個報告 然後 identifies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Undertreatment of pain 這是第一個問題 啊 叫什麼 對痛苦 對病人的病痛 這個 處理不但 治療得不好 然後 aggressive use of 貿然使用什麼 無效的 還是什麼 然後強制性的 這個醫療程序 然後這醫療程序 幹嘛 延長了 注意延長有病 啊 就動詞病例有病 啊 你要往後看 是the period dying 延長了死亡時間 然後 dishonored 是加劇了 是讓這個死亡過程 是有所人的尊嚴 啊 這種感覺 好 然後你要看哪個 把兩個短語看出來 然後 as搭配 as和誰搭配啊 as和前面的 identifies搭配 ok 動作這段語不注意 好 好 把前面兩個問題 就看的是什麼 tune to problems啊 你要你要是前面這一串 你沒看懂 你看這個 短語你就知道 前面剛才好像講了兩個問題啊 我怎麼沒看出兩個問題啊 是臨終關懷 在生命臨終關懷 面臨的兩大問題 啊 所以看這s 是補助語吧 是補助語吧 說 這個identify冰語 這一串冰語 就是臨終關懷的兩大問題 你要前面沒看懂 邏輯沒看出來 你看了個補助語 你就知道 哦我放回以後再重看一遍 是哪兩大問題啊 哪兩大問題 好出來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 對病人病痛啊 啊 處理的不好 讓病人痛苦 是要被癌症病人 癌症病人非常痛苦 那痛苦呢 治療的不足 處理的不好 治療的不足 啊 治療了 好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出來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是 隨隨便便去使用 啊 我們叫冒而使用 使用第一是無效的 第二是 無效強制性的醫療程序 啊 這個醫療程序幹嘛 讓病人 在臨死前 拖了很長時間 不死 這不加進痛苦了吧 在拖了很長時間 你還不死的時候呢 那 你還活著有什麼人的尊嚴呢 有失體面 有失 有失 這個 臨終這個病人的 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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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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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 呃 呃 呃 所以以后看到s听好 看到s如果你发现后面不是宠句 你后面不是宠句吧 不是宠句吧 不是宠句你第一反应干嘛 第一反应是找前面动词 明白吗 找前面动词 因为s玩儿和动词搭配 听懂吗 如果你找不到合适动词 那么你找什么 找前面名词 你可以和名词似的 那名字应该是表示人的 表示身份了 如果是名字 就是表人的身份 as a teacher什么人的身份 你这是说两大问题 哪来人的身份呢 对吧 那两大问题呢 赶快找动词 听懂逻辑吗 ok 所以s有的是宠句 这不是宠句 不是宠句找动词 因为s对动词搭配 所以补助于关系 好 好 再看一个 讲完动词讲形容词 因为我都要讲完 我不讲名词和介词 是动词节词行动词节词 什么 ok 好 这个你就看到 看得显得显得吗 看一下 对 其实要要告诉你 是similar和tool搭配的 你要把他连在一起 你要把他连在一起看到 好 这样similar two 他在做比较 类似 类似不在做比较吗 他拿什么和什么比 好 你就找到比较对象 所以你看 我看英文就看逻辑关系 就看这样逻辑关系 不如人家 我根本不管你汉语怎么翻译 因为我只要读懂英文的逻辑就可以 所以他是把睡眠不足 和人的自然衰老过程 进行比较 所以说睡眠不足的话 对人体的影响 类似于自然衰老的过程 听懂吗 类似于老化过程 好 有同学看不是 tool和similar搭配 那么把它翻译成 这么翻啊 叫 谁的年龄的增长 睡眠不足 对身体是有影响的 你听出不是一个意思 是吧 不是一个意思吧 随着年龄增长 睡眠不足对身体是有影响的 没有省略 这里没有省略 没有任何省略 OK 所以是similar搭配 但这句话要讲 我要给你讲比较结构了 那就是比较距了 好 然后may和has并列 那么这一点呢 或许会加重严重性 谁的严重性 与年龄有关的 看吧 age related age related和age process 同意表达吧 对吧 所以会加重与年龄有关的长期慢性疾病 比如说心脏病和弹尿病 所以研究人员发现 睡眠不足对人体的影响 类似于一个自然老化过程 它会加重与年龄有关的慢性疾病 比如心脏病 弹尿病 你说心脏病和弹尿病 但病人最好不要缺少睡眠 对吧 OK 心脏病和弹尿病 完美是与年龄有关的 对吧 OK 是个长期慢性疾病 蛮好不了的 好 看了 这是等于要看企业的aging process 是两个比较对象的 你看出来逻辑 好 这是考研96的完体重题 叫维生术是有激化合物 necessary很必要 好 必要你要能看出谁啊 看出这次for 对什么来说必要的 OK 所以那次是for的搭配 OK 你先这段一步看啊 是for the normal growth and maintenance of life animals include human 包括人类在内所有动物生命的生长 正常生长后生命的维持 所必不可少的这种有激化合物 尽管在饮食中含量少 所以维生素当然很少对吧 尽管在你的吃饭里的饮食含量很少 但是对动物包括人类的生命维持 是增生长是必不可少 所以你要看到for和necessary 然后necessary代表是形容词短语 后制是compounds 或organic compounds 你可以看出效应是that are necessary so are是compounds are 对吧 necessary for是形容词搭配 OK 算了这太长了 对我想告诉你什么呢 看一下啊 这句话你怎么看 要这么看啊 我教你怎么看 一个for出现在这里是吧 是为了什么东西啊 是为了时间注意力 还有为了钱对吧 为了钱 那这个for哥的维持是干嘛呢 你要找逻辑关系了啊 好它下面的逻辑关系说 classic instrumentalists 这些这种这些艺术家们 这些艺术家们对吧 好那么这些艺术家们干嘛 古典业区研究家们 compete 竞争 和谁竞争 with这班人 而且还with那班人 听明白 好 所以这个for跟谁搭配的 是跟compete搭配的 是跟compete搭配的 听明白 好 这句话 他本来应该怎么讲 是compete with somebody for something 是和某人一起竞争什么事情 再说点 是compete with somebody for something 明白吗 和某人一起竞争什么事情 这个逻辑 所以你看到英文句子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现在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和什么人竞争对象太长 竞争对象还搞了两个 not only with a 竞争 还把他not only with b 竞争 那么 你这个竞争对象搞得太长 那么我竞争的东西 要想竞争的东西往哪摆 你摆句末不合适 是吧 摆句末不合适 太长 那 你要摆在 直接说compete for 也还行 是must compute for 这个东西 然后 这里 然后再导致句子 怎么讲 你看 足语这部分 因为后面太长 你摆得太长 所以我干脆把compete 另外一个补助力成分 摆在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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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for 你要能看出 它是和compete 各种逻辑搭配的 是竞争什么东西 然后和什么人竞争 要看这个逻辑结构 OK 嗯 但你把货摆在这里 摆在compete后面 也是未尝不可 好 看下来 看一下 所以 基本结构在这里 叫compete with somebody for something 明白 所以 所以我想告诉你的 是什么呢 通过这句子 就是英文语言的 持续 是随着各个成分的演化 而进行 调整 要进行实际的调整 明白 所以我刚才挪了巨手去 巨手和动作还是有联系的 好 关于这一点 同样看我 句子成分超进去 我也跟你讲 句子成分怎么调整 这有什么原理 我都详细讲了 我把这个句子 可以拆成很多零碎 碎片 让你组专 我到时候也练习 让你组专句子 有可能碎片让你去组专 按照我的原则去组专 所以非常好 这句话谁说一下 讲什么 大企业 跨国企业 或许是这家公司 什么公司 他们的起伏 荣辱兴衰 这个 吸引了报刊媒体的 这个头条报道新闻 对吧 但是 但是 好大企业 后面讲小企业 看没有 小企业在这里 所以大企业小企业能看的对比 小商店小微企业 按照中国的流行话 小微企业 好吗 好这些都叫小微企业 那么小微企业的福祉 他们的发展 然后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 其实是有来于小微企业的发展的 好整个句子一直出来了 尽管说大公司 跨国公司 它的融入兴衰 是被媒体追踪 去报道 跟踪报道 可是呢 一个国家的经济的活力 所以 确实有来于小微企业的 好 我要讲这个to 这个to算什么 这to 你知道 你要看到这些结果是to 什么程度的吗 这个to 什么程度 休息哪个 这我不说了 我们看休息哪个 跟谁有语义关系 这些结词 看到了吗 跟谁有语义关系 所以句中的这词 一个不能少的 都要找到它的语义端搭配 好 这个整个to 跟depends是搭配的 也不能叫搭配 也不能叫搭配 和它有语义关系 听闻吗 因为他说在什么程度 是depends to an extent 是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 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 而这个程度是美国人 都没有意识到的 那个大的程度 所以这个 就是一个美国 经济的活力 依赖于小微企的发展 这个依赖程度 是大多数美国人 都没有意识到的 你明白吗 OK 所以叫 它本来可以 写成 depend to an extent on something 这个on和depend 搭配 搭配 是依赖于什么东西 然后用去短语 讲依赖的程度 我这样就是翻译成 在一定程度上 依赖于什么 OK 但是呢 我现在要对这个程度 进行描述 在做描写 因为我加了 我引到了一个 比较正义程序 这比较正义程序很难 中国人写不出来 这个比较正义程序 中国人写不出来 还有这个to的结构 中国人是写不出来的 因为这个要讲 讲的东西太多了 但我现在展示给你看 是让你意识到 英文中的介绍短语 是随着它的 长度的变化 而位置要进行调整的 看我 句子称的长进解 所以非常实用 都解决你们 真正造极问题 那引导的是比较 不是第一 你要说第一种也可以吧 你要说第一种也可以吧 OK 好 认哲你好 认哲今天新来的 认哲 这个书还没出 这个书是八月底 出版社告诉我是八月底能出 也就是说 这个九月份应该能上市 句子成分超经节 定律从句超经节 名字从句超经节 都是二十几万字的东西 所以我是真正真正的想让你们 怎么讲 会造句 懂得英文句子是怎么演化过来 是怎么发展变化过来 不是 一下就是歌里子 你歌里子你不知道怎么来的 明白吗 我一点点推理给你看 我告诉你句子是怎么展成这样子的 现在你懂了吧 本来就是 A这个东西 在一定程度上 依赖于B这个东西 可是我要把程度要说点啥 这个依赖程度 可是大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这个依赖程度远远大于 依赖程度远远大于 大多数美国人意识到的那个程度 明白吗 所以我的书绝对的是 真正告诉中国人 英语是怎么长出来的 不是实际规则 是有逻辑的 明白吗 不容易啊 同学们 真的 我这么多年研究下来 我就发现 中国人学法英语真不容易 我经历了很多 尝试的痛苦过程 才能 梳理出一点头绪来 然后写出书来 然后全部告诉你们 所以我写这些书 我写这些书 我这绝不是说我要卖我的书 因为我的书我不需要退销的 OK 不需要退销的 只是我告诉你 你怎么去找答案 你们的困惑 甚至是你们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都想象不到的问题 我书中都给你指出来了 你看 好 最后加拿了问题 加拿你的 你提出这个句子很好 他提出句子 也就是 这后面句末 这个长长的to 这些短语是干嘛用的 这是最后一句 我们终于讲到最后了 最后一句子 然后最后我总结 总结完了就结束了 好 看这个to的短语 怎么办 怎么分析它的逻辑 我们刚才上一个to 说完了 这个to怎么办 加拿来说 是欧文的字状 最后面的to加密的短语 没见过 而且还有 还用了分号 没生子的 但句子 逻辑在哪里 看一下 这分号写的不好 应该是逗号 把它改成逗号 不要写分号 改成逗号 改成逗号 好 前面几段说 I was always fond of 我一直很喜欢 喜欢干嘛 this new things 去 新的地方 就是 到处游罐换的 去去看新的地方 然后去看什么 陌生的 characters manners 人文风情 对吧 风俗习惯 characters and manners 所以大家都是身心好奇的吧 风土人情 心情的风土人情 到处看 好 然后说 even when a new child 这应该有个逗号 所以 甚至当我是个小孩的时候 海底时代 同志时期 年幼时期 逗号 when I was when I was a child 这传语从事审略 我高级书上有讲 回去看我高级书上有讲的 怎么熟练 when I was a new child 我只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 my travels 喜欢旅游 喜欢惯了 去哪惯了 and made many tours 去哪很多地方 many tours 去哪哪地方 of discovery 探险 探索之旅 探索发现的感觉 玩哪探 int 去哪里 foreign tours unknown regions of my native city 说来说去 还是他自己的出生的地方 他出生的地方什么 他的出生的地方 也有没到过的 陌生的地方 对吧 比如整个北京 我在北京生活了20年了 北京南层 我就不熟悉 所以 这叫foreign tours and unknown regions 对吧 ok 好 整个语言就是说 我深信喜欢出游 喜欢看那些新奇风土人情 所以在小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踏上旅程 去那些乡里 我出生的地方 偏僻陌生的地方 对吧 偏僻陌生的地方 就我 我们老家 那个城市那些 我没到过的偏僻陌生的地方 好 后面图逻辑在哪里 好 emolument 是叫工资薪水 薪酬 你的工资薪水 of the town crier town crier town crier 是一种人 一个人 就是 这个人怎么讲 就在小城镇 传消息的人 就这么讲 在小城镇里面 传消息 高耳消息的 传报员 可以用这个通俗话说 叫做 消息灵通人士 消息灵通人士 好吗 消息灵通人士 小镇上的消息灵通人士 消息灵通人士 到这就没了这句话 好 我说一下 这其实很简单 你们都熟悉 最关键在哪 你要看alum a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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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让我老爹老妈 常常感到担忧 担忧 alum 担忧 惊恐 它是一个情绪表达 对吧 好 这个情绪表达 就是to的用法 你们都知道 让我很失望 怎么说 to my disappointment 让我很欣喜 to my joy 听说过吧 知道这个吧 知道吗 有反应吗 知道吗 这就是那个用法 这就是那个用法 所以这个用法是干嘛 是对前边整个句子进行 进行表达你的态度的 表达你的反应态度的 所以它用来修饰整个句子的 所以这下明白了吧 所以我想告诉你 这次短语啊 我前面讲过要修饰 动词 名词 使用词 那是非常基础 非常常见 但它特殊这些短语 可以修饰整个主句部分 听明白吗 所以像于to my disappointment to my surprise 让我很惊讶 啥惊讶呀 不就后面那件事情 很惊讶吗 见得懂了吗 好 所以关键你要看名词alarm 你要看修正邏迹 是修正的句子的 所以这话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 它就讲你小的时候 那么小屁孩 比如说三四岁 就到处跑 到处串 而且都是跑去 去你们小城镇啊 叫鸡脚干啥 你们小城镇 鸡脚干啥的地方都串 你爸爸能找到你吗 找不到 找不到他不是担忧吗 对吧 担忧呢 那谁找到 那么这些消息 消息灵通人士 他们去帮助你爸爸找 帮助你爸爸找 那怎么办 你得给钱呢 对吧 emolument 就是你爸妈要给他钱来找 所以就说 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使我爸妈老妈老爹 饱受虚惊 饱受虚惊 这也使得 市政那些暴训的人 却以此 以此 赖以怎么样 获得收入 那点逻辑就是 消息灵通人士 打听我儿子 打听我儿子 下落 你不要给钱 不给钱 我不告诉你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好 OK 所以 气质短语的逻辑 最后一例子想告诉你 这家长的提论 很好 拒责 他可以修饰整个主题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出 这个 这个情绪的表达 是reaction OK 是讲 somebody's reaction when something happens OK 加拿懂了 所以要看逻辑 这你看 你那看就是 英文哪是什么背 不是什么背的 对不对 真的理解 好 最后总结一下好吗 好 我们三看 内容其实非常丰富 10个小时时间太有限了 我之前给你讲很多很多 太有限了 好 那大概呢 总体的原则 最高的原理就是 以后动词你要关注他的宾语 关注他宾语几个 宾语的位置 宾语的前后 懂吗 啊 联词呢 你要关系他的从具关系 从具主从啊 从具修饰 对界词呢 你要看他跟谁有关系 看他成分 那最长期的成分就是 动词名词形容词 完全找搭配 你还记得 identify the 什么什么 as 对吧 那就是我的背道出来 这 it identifies 第一个就是什么 the untreatment of pain 对痛苦什么 治疗不好 是吧 aggressive use of effector and forced medical procedures prolong and prolong and disorder the period of dying as the twin problems of end of life care 对吧 ok 好 所以要看成分啊 看找动词 但内容非常恐怖 回家以后 你因为到8月18号再上课 你不还有一个月时间吗 所以这一个月时间 请大家按照我讲的三大逻辑 三大体系 去看句子 听明白 以后你看句子眼睛不是盯着 不是盯着行词名字看 盯着什么看 盯着动词 盯着连词连接关系 盯着戒指的逻辑搭配看 它是句子结构啊 好 好 那么看动词找病语呢 有哪些呢 讲了这些 讲了这些 第一个什么 动词病语后制 第一种结构 动词病语后制 第二种结构 动词病语后制 动词病语后制第三种结构 是把行词都先进去了 这英语学考验那个给你的练习里面就有 叫finding guilty finding guilty 是个行词 怎么finding guilty 是finding guilty somebody 本来应该是finding somebody guilty 好 然后呢 然后看这里 最后的病语是哪 多个动词病语 动词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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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以为病语只是动词病语 你不要以为病语只是动词病语 不对 病语还有动词病语的 这病语也是动词病语的 对吧 前面都讲过 所以对于动词病语的问题 我列举了这里看一下 我列举了四种基本结构 都是病语被分割的结构 回去好好看一下 所以你接下来看难语 你就问自己 动词和病语是不是被 这四种情况分割了 好 回家好好看记彼记 因为你们有回看嘛 所以我很快过去 这动词 那么对于廉词你要看什么 廉词就是主宗句要看清楚 你不要以为主宗句简单 如果是主宗句 你要把主句位语找到 还记得吗 主句位语 那个谁 麦坦说的那句话还背得下来吗 That he managed to do so by inspiring so many millions who had wrongly believe that they had a little at stake or little influence in the election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t 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like that 就是个大大的主宗句 后面是 is something that I did on my 什么什么 command him for achieve ok 主宗句找位 宗句内心要搞清楚啊 所以我下一次课 我会系统跟你分析 when引导的三大宗句的逻辑怎么判断 where引导的三大宗句的逻辑怎么判断 这边很容易误导 好 而且误导你还不知道 还发现不了 重句修设关系就是分格结构 分格结构 我讲了先行词和重句 这个重句可以是同位重句 可以是定义重句 对吧 可以被什么风格 被其他定义风格很常见 被状怨风格比较少见 被畏风格也有见 对吧 ok 所以按照这个结构去套 去套 但应该相当熟练 所以在阅读中 你要读不懂 就往这去看看 其中讲了廉词 关系代词 未识指代 可以指代 短语 未语 非未语 句子 主句 从句等等 对吧 因为这个未识经常出现 经常找不到指代 希腊人还记得 Greeks assume that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process for thoughts which 好 那么指代怎么找呢 我高约书29月9 还通过话题词来找 对吧 所以这是特别提出 我未识指代问题 好好体会 好好体会 好 然后呢 看戒指 戒指 其实我今天讲的戒指 有这么多内容 所以我下次就围绕这个内容 围绕这些三大三抗 来综合句子 系统给你讲 ok 系统给你 综合综合练习 ok 但这里面有的结果 我们也讲 其实 因为时间太有限了 所以10个小分点 10个小分点 真的很有限 好 所以我下次前两次课 会综合三大看 给你讲练习 然后把考验的横距子拿来 好 然后教你怎么翻译 下次课想你说 8月48号 没错 8月18号 回放在哪里 回放 没问题 回放还是在我的主页上 ok 听张老师讲语法 有种孔子的感觉 孔子 孔子是谁啊 哪个孔子啊 哈哈 ok 好 还有这个 使用词戒指的分隔 戒指并列天套 等等没讲 戒指成分定义很重要 等于就跟你讲 没问题 我们下一个 10个小时再讲 ok 所以虽然今天课是 第一期课 10个小时课的结束 但并不是考研难聚课的结束 听明白 不是考研难聚课的结束 ok 好 就是 最后总结了一下 大家总结了 你回家看那个回放 你就可以暂停 是吧 虽然我刚才讲的很快 你就暂停好好体会 然后我建议你们 从现在到8月18号 还有真的一个月 今天是7月16号是吧 还有真的一个月 然后你在看考研难聚 看其他难聚的时候 你就对照我的结构 去一个去讨论 去检验 你们一定要非常熟悉 所以我们要给你 一个月时间去实践 听明白 我把结构都给你了 你用一个月时间去实践 我相信我希望 到8月18号 在讲课 你们功底 极大增强 听明白吗 极大增强 因为8月18号 又有那个啥 又 又 又有更多难的东西 我会讲爱的重聚专题 讲那个 五万重聚在比较 混在一起 你根本搞不清楚 逻辑关系 谁是谁 谁就是谁 然后会讲到 避念结构 怎么判的 对 会更麻烦的 明白吧 所以后面 我再跟你讲比较结构 怎么弄 然后考一阅读 就大叉叉考一阅读 考一阅读 考一阅读 你还安排吗 考一阅读 这两个完整月 这两个完整月 我会讲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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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你们有一个月时间 消化这个难句 因为难句 绝对是阅读的一个 最重要的基本功 对吧 最重要的基本功 有了这个基本功 我在讲阅读 再告诉你 就难句不是问题的 我再告诉你 文章之间 句子之间 逻辑 作者是怎么起身转合的 听明白吗 谁是这么来的 所以现在 现在这号是7月份 就像把难句这个基础打好 你回家自己再看 然后到8月份再来 难句再强攻一下 对吧 强攻一下 然后到8月27号 难句结束之后 再又差不多一个月 二十多天 到9月下旬 9月29号之后 我回来了 然后我们再讲阅读 我系统跟你讲 阅读该怎么读 怎么做题 明白 所以课10个小时结束了 考研课远远没有结束 我还有更多东西 要跟他分享 好 然后当时诗课讲完之后 你们可以去评论一下 是吧 系统会给你发 发消息 发信息 让你评论一下 可以说点自己感想 好吗 让我看看 你们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收获 这样也是个反馈给我 好吗 好 今天课又拖堂了 是吧 所以每次两小时 不是两小时 至少是两小时40分钟 对吧 所以上次课讲三个小时 你们就是因为时间太有限 我也挺挺着急 着急在哪里 就是说太多想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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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太快也不行 对吧 所以我只好再开一期课 好 我们下次再见 8月18号 好多好数字 对吧 8月18再见 同学们 再见 晚安 你也没有读论 对吧 你听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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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什么